第21集 他们走了之后 李天命就把小黄姬放出来 小黄姬刚出来就喋喋不休了 喂 李天命 你把我藏起来 是不是玷污了人家姑娘 你这禽兽 身为你的半生兽 乃是我萤火大爷这辈子的耻辱 呸 闭嘴吧你 我是这么无耻的人吗 是啊 你无耻起来不是人 我走 掐死你 李天命伸手逮住他 将姑娘走了之后的失落感 发泄在小黄姬的身上 你妈 咒你以后生完没批评 我咒你一辈子当光棍戟 我咒你鸡鸡断成七八截 一人一鸡上窜下跳 虽然吵吵闹闹 但寻找精灵草的步伐 却没有断 手上暂时就一株清灵草 它还需要更多 又过去三天 李天命已经深入火灵山了 身边树木苍尽有栗 底下灌木重拓 到处都是厚厚的潮湿落叶 完全看不出哪里藏有毒虫猛兽 这三天精灵草还没有找到 倒是其他灵粹拥有不少 这些灵粹都是这凶兽地盘里重要资源 基本凡是有灵粹生长的地方 都有猛兽困局 独虫遍布 等待灵粹成熟 基本凡是吸收烈日阳光而诞生的 蕴含着火焰灵气的灵粹 都直接让它们吃了 火灵山内的修炼 其实比起灵火城要更快一些 曾经花了好些年 才修炼到寿卖经第五重 现在二十天左右就完成了 太古混沌巨兽的半生兽 并不体现在出生就强悍到什么程度 而是体现在天赋造化等等方面 至今为止 永恒炼狱凤凰的天赋能力 展现不过万分之一 青灵草 就在这一天傍晚 李天命翻越过一座山峰 来到一遍平坦之地 这里草木丛生 杂草众多 但青灵草可是灵粹 虽然夹杂在杂草之中 但是也清楚可见 这一丛青灵草有很多 足足十几株 这对李天命来说简直是重宝 比一袋宝玉都要珍贵 这个数量足够让他安心带着母亲 去炎黄学宫了 苍天不负有心人 我要是能带这么多青灵草回去 母亲一定会很高兴的 锁定目标之后 他们一人一击迅速前往 有危险 就在他们靠近的时候 一道蓝光骤然袭来 这蓝光很可能是什么毒刺 一旦被命中剧毒缠身 那比刀剑伤身还要可怕 他和小黄鸡急忙往后闪避 躲开了这致命一击 当他们站定的时候 忽然看到那一丛青灵草的旁边 竟然存在着一只黑色的蝎子 那蝎子非常大 像是一张八人大桌 爬在地上 一双钳子像两把大铁锤 最令人敬畏的是 那高高扬起的尾巴 这是一条蓝色的尾巴 上面覆盖着厚厚的蓝色铁甲 最末端的位置尖锐如针 上面沾染的蓝色液体 分明就是剧毒 刚才攻击他们的蓝光 应该就是这一条蓝色尾巴了 雄兽 李天命眯着眼睛 他已经感受到这毒蝎的不寻常 但仔细一看 那毒蝎的眼睛并非猙獰残忍 而是冷漠地看着李天命他们 好像人的眼睛一样 不是雄兽 是半生兽 清醒的人性化的眼睛 这是半生兽的象征 这是五阶半生兽 蓝尾毒蝎 李天命想起来了 他看过半生兽种类的资料 认出了这蓝尾毒蝎的身份 半生兽的种类和属性 是一门内容浩瀚的学科 这一门学科 是每一个御守师的必修科 李天命从小开始学习 但直至今日 想要认清所有半生兽 仍然很难 因为历史上出现过的半生兽种类 实在是太多了 半生兽以品种和属性来归类 半生兽的品种 大体上可以分为这几类 分别是飞禽类 走兽类 昆虫类 鱼类 这四类半生兽品种之下 细分有无数的半生兽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特殊类的半生兽 比如爬行类如乌龟鳄鱼 两栖类如青蛙熔圆 软体类如贝壳鱿鱿鱼类 环节类如蚯蚓水质 还有枪肠类如水母海葵等等 别看这些小品种半生兽 看起来很弱小 但其实不然 有些水母乌龟之类的半生兽 可以达到八九阶的程度 杀伤力是非常可怕的 曾经就有一种半生兽 归根结底是一条蚯蚓 但是它的名字 可不叫蚯蚓 而是地狱囚龙 乃是九阶半生兽 它的玉兽师 也是相当可怕 乃是炎黄大陆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超级强者 除了有品种的区别 半生兽还有属性的区别 具体属性就多了 目前所知的半生兽 大概有这些属性 分别是金属系 滑木系 冰水系 火焰系 地土系 雷电系 暴风系 光明系 黑暗系 还有剧毒系 星辰系 阴明系 爆炸系 月光系 迷魂系 声音系 净化系 生命系 变形系 狂化系 控制系 铁甲系 母黄系 等等 属性也是半生兽的 根本特征 其中 金木水火 雷土风等等 通称为元素系 元素系的半生兽 数量最多 基本占据了 90%以上 但一些偏门系的半生兽 有时候会更加恐怖 比如说 稀少的母黄系 一般 乙后 与后 丰后 都属于母黄系 母黄系的半生兽 自身能产生大量子嗣 组成战斗军团 一般来说 任何半生兽 都可归入品种家属性之中 比如说 李雪胶的火灵鸟 为火焰系 飞禽类半生兽 柳千阳的闪电豹 为闪电系 走兽类半生兽 而眼前者蓝尾毒蝎 则是 剧毒系 昆虫类半生兽 剧毒系 算是偏门系之一 虽然没有 烽火雷霆之力 可其剧毒 只要入体 绝对是更加可怕的 有半生兽 就证明 有御兽师的存在 果然 就在下一个瞬间 一个身穿绿色宽松 长袍的瘦小少年 急驰而来 落在了李天命的眼前 他的脚 正好踩在那片青灵草上 李天命的眉头 深深皱了起来 那可是他母亲的 救命灵药啊 第二十二集 李天命刚看清楚 这绿炮少年的样子 他没想到 这火灵山深处 还会出现 这样的陌生人 这位少年 明显不是李火城之人 最近怎么了 感觉到处都是天才 他看着绿炮少年 放在李火城 至少都是李子峰 那个级病 他当然没必要 和对方较恶 但关键是 他要采摘的青灵草 就在对方脚下 对方这一脚踩下去 就由两株倒下 要离开始散尸 看得李天命 格外心疼 绿炮少年眼睛里 射出一道寒光 巨傲地看着李天命 你不是雷尊府的人 也敢闯进 这火灵山深处 你不怕死吗 雷尊府 我当然不是 雷尊府的人 李天命正了一下 对方一见面 就替雷尊府是什么意思 他端详此人 问他 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是雷尊府的人 只有雷尊府的人 才能来火灵山 雷尊府以雷电系 半生兽为主 这绿炮青年的半生兽 是剧毒系 使雷尊府之人的可能性 不大 我这样问你 自然说明 我是雷尊府的人 我懒得和你多说 劝告你一句 我们雷尊府 正在火灵山办事 你给我立刻滚出火灵山 只一时期时间 你就只能买骨在这里了 绿炮少年 表情巨傲而霸道 从这一点上看 他倒是符合 雷尊府天才们的气质 基本都这个德行 那刘千阳也是 离开火灵山 没问题 我本来就准备走的 不过 我将采走几株 青灵草再走 为我母亲治病 还烦请兄弟 给我点时间 青灵草 绿炮少年低下头 他这才看到 脚下有这种 赤色天文的灵粹 李天命说 对 我采摘几株 就准备走了 哦 绿炮少年点了点头 就在李天命以为 他要让开的时候 他还真没想到 这少年忽然抬脚 然后将脚下青灵草 全部踩死 他一边踩 一边微笑地 看着李天命 让你滚 哪来那么多废话 还称呼我为兄弟 你酸那根葱 和我称兄道弟 其实李天命的脾气挺好的 基本上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但是 对方抬脚离开 只是举手之劳 就能做到的事情 而且他根本不需要 青灵草 却在自己面前 故意踩死 这样恶劣的挑衅和鄙夷 根本不能扔 更关键是 这可是未尽的 救命药草 看着这些青灵草 全部被踩死 而那绿袍少年 还得意洋洋地 看着自己 你狠牛是吗 我弄死你 李天命骂了一句 血火刺不知何时 已经出现在 右手掌心 左手那磅礴的力量 几乎将缠绕的白布 给震碎 垃圾啊 这畜生 比李天命更加不能忍的是 小黄姬 他脾气更加暴躁 直接在李天命头顶上 飞了出去 怕是那绿袍少年 根本没想到 一个本应该在知道 自己身份之后 瑟瑟发抖的存在 竟然还敢主动 信公自己 这是要找死 杀了他们 他目光仍然轻蔑 指挥半生兽 拦截李天命他们 眼中满是戏血之意 他嘀咕说着 要怪就惯你在 不合适的时间 跑进火灵山 万一让你运气爆棚 拿了神源 我们岂不是亏大了 他这句话声音不大 李天命没听到 别看蓝尾毒蝎 体型巨大 其实速度非常快 尤其是那一双 钳子和蓝色毒尾 就像是丁机的兽兵 战斗起来如同幻影 快如闪电 关键是上面还有剧毒 当李天命的黑暗臂一拳 和那蓝尾毒蝎的钳子 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从力量上判断 这少年和蓝尾毒蝎的境界 应该是兽迈进第七种 因为半生兽是剧毒系 但二弟李子风 肯定不是这位的对手 但现在的李天命 可不一定 加上绿袍少年还不出手 这二打一的机会 是李天命非常好的机会 一起 他和小黄姬心灵相通 战斗的时候配合非常明确 血魂杀 这超凡兽级战决 在李天命和小黄姬的身上 同时爆发 李天命施展的是无法 小黄姬施展的是兽法 但是殊途同归 兽魂杀是身法和杀戮之法的结合 其中身法尤为重要 在闪烁之间 李天命如同一道血影瞬息而过 杀机一闪 他就已经在蓝尾毒蝎的眼前 不过把血魂杀使用的更好的 还是小黄姬 他本来就能飞 飞持起来施展身法更加变坏莫测 加上他身体小 更是变幻莫测起来 而且这伙专找弱点 蓝尾毒蝎的眼睛 是他最大的弱点 最致命的是 蓝尾毒蝎根本就没把小黄姬 放在眼里 他只对付李天命 李天命速度快 他也不差 在千钧一发的时刻 李天命刚刚出现 他的巨大钳子就直接夹了上来 命中 你这只手是废掉了 绿袍少年笑了 李天命的左臂 让蓝尾毒蝎夹重了 接下来 马上就会断成两截 接下来 一声脆响 这脆响如此刺耳 这绿袍少年已经断定 是李天命 胳膊骨头断裂的声音 但是 当他看清楚 那一切的时候 他整个人 完全陷入呆滞之中 什么 李天命的手臂没断 崩出裂缝的是蓝尾毒蝎的钳子 这画面 简直匪夷所思 小黄鸡笑了 你这蠢货 哪里知道李天命 伸进裤裆的手 有多么坚硬 下一个瞬间 李天命的血火刺 直接扎进 这蓝尾毒蝎的眼睛上 扑吃一声 绿色的血都崩了出来 关键是另外一遍 小黄鸡的尖锐鸟汇 同样扎进了蓝尾毒蝎的 另外一只眼睛上 恭喜你 启提双目失明的半生兽 小黄鸡飞了起来 得意洋洋地 看着那绿袍少年 这一下子 总算是爽了 那蓝尾毒蝎被重创之后 已经在地上翻滚惨叫 如此惨重的伤势 哪怕对方有灵丹妙药 以后双目也未必能重见光明 你这条腿也不要了 好好的清灵草 这货全给踩死 李天命刚解决那蓝尾毒蝎 马上锁定住这绿袍少年 和小黄鸡直接冲了上去 你死定了 绿袍少年已经双眼通红 他直接陷入暴怒的状态 手上瞬间出现几枚银针 这银针非同凡响 一看就是顶级的兽兵 是以珍贵的灵矿打造的 这应该是传心针 银针上面有蓝色的液体 应该同样是剧土 银针瞬间飞出 飞向李天命两身 闪 血魂沙这样的战局 其实很克制绿袍少年 这种对手的 因为最顶尖的身法 最容易闪避对方的攻击 而传心针一旦被闪避 绿袍少年就暴露在 李天命的进攻之下 电光火石之间 李天命和小黄姬 包围那少年 他左拳右刀 猛如雷霆 体内永恒链鱼兽元爆发 在小黄姬的辅助之下 直接压制了那手 一拳命中 那绿袍少年的小腹 直接将其打飞了出去 那少年喷出一口老血 撒得自己满脸都是 当他摔在地上的时候 只能颤抖挣扎地爬起来 他眼神毒辣地 快要流出血来了 说道 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 但是你死定了 我要一刀一刀 把你身上的血肉给割下来 不管你是谁 你要死一整天 李天命落在地上 细血地看着这绿袍少年 你都只能在地上爬了 还说这种大话呢 说实话 揍他一顿还是心疼 因为青灵草没了 再赏你一巴掌 少年脸上多了一个 血红色的巴掌印 鼻涕和鼻血都被抽了出来 本来很嘚瑟 现在让李天命揍了一顿 要多惨有多惨 你拿着脚把精灵草踩了 我帮你剁了 李天命手持血火刺 直接扎在他大腿上 爹娘 快来救我 就在这时候 那少年忽然发出 死心裂肺的大叫声音 操 李天命呆了一下 万万没想到 对方在火灵山六圈 身边还带着父母 有毒啊 这少年是雷尊府的人 那他的父母 就是雷尊府的高层 让他们逮住 那就麻烦了 千钧一发之急 李天命撒腿就走 这火灵山地形足够复杂 到处都是深山怪木 先跑的话 可能还有机会 你休想跑 天黑的时候 你带着一身的碎肉 估计就能看到阎王了 到时候告诉他 弄死你的人 名字叫张子轩 李天命扎进灌木丛的时候 那少年还在后面 愤怒咆哮 张子轩 这个名字现在烂大街了 和以前的张川霞 有什么区别 李天命暗暗吐槽 他钻入草丛 顿走而去了 李天命万万没想到 刚跑出数百米 以为自己已经脱离危险的时候 前面忽然出现两个人 是江飞玲和清儿 缘分竟然这么好 又碰上了 清儿绝对是天总之才 出身高贵 容貌绝美 在哪里都是焦点人物 只是当他和江飞玲 一起出现的时候 李天命的目光 自然还是在江飞玲的身上 那种空灵而宁静 仿佛天上落入凡尘的 仙子的感觉 不管怎么看 都是完美的 李天命心里疑惑 他们不是要返回燕都 怎么还没走呢 但现在 关键是雷尊府的人 要杀自己 他们出现做什么 快跑 李天命急驰而来 正准备一手拉着一个 左拥右抱的撤退 清儿天赋再出众 也不可能打得过 这两个长辈 跑什么跑 站住 清儿翻翻白眼 躲过李天命的手 抱着双臂 无语地看着他 上车俩姑娘一耽误 反倒影响了 李天命的撤退速度 就这一会儿 已经有一男一女 两个中年人追了上来 他们面色阴寒 十分气恼 刚一眼没看儿子 在旁边野地缠绵一下 儿子竟然就被揍了 所以他们追上来的时候 都是衣衫不整的 就在好戏被打断的 愤怒时刻 忽然看到了 前方出现的一个 轻衣女子 清公主 雷尊府张崇 携其儿见过清公主 那中年男子 连忙低下头 恭敬万分的行礼 公主 在朱雀国 只有一类人 能够被称为公主 那就是朱雀王族 朱雀王之女 不会吧 李天命大概感觉 清儿身份地位比较高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高到这种程度 公主这种级别的人物 哪怕他三年前在炎黄学宫 都不可能接触到 雷尊府的天之娇子 林小婷 如今的天赋 第一天才 遇到公主 也得和张崇一样行礼 毕竟 这可是国王之女 怪不得他如此出色 原来是朱雀国的亲公主 李天命想起自己前两天 还骂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现在想想 自己绝对是在死亡的边缘 疯狂地试探 他大概也只能稍微猜测一下 这亲公主的实力 现在看来 他就算不如林小婷 也应该是差不多的层次了 毕竟朱雀王族 掌控朱雀国数千年 地运传承无数 绝对超越雷尊府这种豪门 免礼 轻儿表情淡漠地摆摆手 然后目光锁定了李天命 他看着李天命的眼神 有些得意 好像在说 小贼 你现在知道我的身份 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张崇略微低头问着 新公主怎么来火灵山了 火灵山凶手众多 公主若是没人保护 谁说我没人保护 清儿直接打断他的话 他现在公主的身份出来了 说话也变得威严霸击 吓得张崇不敢多说 张崇的妻子 连忙打圆场说 公主莫要见怪 张崇只是关心公主安危 所以关心则乱 公主如此身份 身边怎么会没有高手保护呢 至于张子轩 这时候刚追上来 但看到父母都低头了 他当然不敢说话 气氛陷入了死记之中 只有江飞玲微笑着 对李天命眨了眨眼睛 看到他的笑容 李天命就知道 自己今天肯定死不了 但肯定会被清儿 讥讽一顿的 你是雷尊府的人 叫做张崇 清儿背着手 身份揭露之后 他倒是挺有公主的模样 出身高贵的气质 显露无遗 是 庆公主 中年只能低头点头 清儿问 雷尊府的人 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前两天还看到几个人 也是你们雷尊府的 这个 张崇犹豫了一下 你想被砍头吗 张崇连忙说 公主别生气 我说 看他这窘迫的样子 和刚才那种冷漠霸道 天差地别 果然一物响一物 再牛的人 都有低头的时候 清儿说 快点 别默契 关于这个问题 李天命其实也很好奇 他们这些雷尊府的人 跑这里做什么 张崇一口气说完 是这样的 我们雷尊府在这火灵山 发现了一个神员 孤儿选定了七个弟子来竞争 谁能抢到神员 就能带走 我们长辈跟着过来 不参与竞争 主要保护他们生命安全 什么级别的神员 清儿眼睛一亮 说实话 就算是最刺激的黄级神员 那都是顶级质宝 就算自己用不上 都能卖出非常高的价钱 张崇低头说 清公主 是一个不入流的神员 黄级神员都算不上 顶多只能让半生兽 进化到六级程度 不入流 清儿有点失望 看起来失去了兴趣 她瞪着张崇说 你可知道 若是你欺骗我 会是什么下场 我哪有这个胆量啊 再说 我儿子希望也不大 自然不可能欺骗公主 是不入流的神员 其实 即使是不入流的神员 放在黎火虫 都是绝世重宝了 整个朱雀锅之中 看不上的 可能只有天府 和朱雀王族之中的 最顶尖的天才们了 清儿摆摆手 美眸之中 有种不耐烦之色 说着 料你没这个胆量 行了 你们可以滚了 拜谢公主 张崇一家 先行告退 张崇如是重负 以眼色示意 妻子和张子萱 她的妻子 走向李天命 准备把李天命 一起带走 等等 清儿瞥了李天命一眼 没好气地说 把这头猪留下 李天命脸都黑了 她竟然说自己是猪 张崇说 公主 此人 只是父亲和山民 他刚偷袭上了 我儿的半生兽 我们准备修理一顿 张子萱 壮胆说着 公主殿下 是否能开恩 让我为半生兽复仇 清儿板着脸说 我就要这头猪 你们可以滚了 李天命恨哪 这祸趁机骂人 要不是他拦在这里 自己早跑了 公主 滚远点 别让我再说一次 清儿霸道无双 这最后一句话 让张崇他们 一点脾气都没有 那张子萱 气得脸都紫了 他还是只能一声不吭 然后让张崇 强行拉走 走的时候 整个人都在颤抖 就跟变秘似的 甚至还回头 看了李天命好几次 直到他们走了 李天命 这才面对 这位亲公主 看什么看 说你是一头猪 不服气吗 清儿瞪眼看着他 还真别说 他这样气鼓鼓的样子 挺可爱的 李天命说 福气 你可是公主殿下 我哪里会不服气呢 清儿 你不要这么粗鲁 对待哥哥 哥哥救了我那次 也没你这样神气啊 等张崇他们走了 江飞灵便跑到 李天命身边来 嘘寒问暖地说 哥哥 你没受伤吧 没有 灵儿真是细心 像你这样 善良的女孩子 不多了 清儿峨眉 又竖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 讽刺我不善良 我可没这样说啊 懒得理你 你安心回家种田 我们也要回燕都了 再见 再也不见 清儿拉着江飞灵 生怕李天命靠近他似的 江飞灵说 哎哟 清儿你别说了 我都插不上话 我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哥哥说 你先一边别说话 李天命微微一正 什么 重要的事情 江飞灵 站在李天命眼前 诚恳地说着 哥哥 其实我们出现 不是巧合 上次离开后 清儿想说 观察观察你 研究你 为什么能让我 达到复灵满籍 所以我们跟了你几天 你不会怪罪灵儿吧 当然不怪罪 他低头看着眼前 这肌肤雪白 却有着朦胧荧光的少女 他的皮肤 没有任何的杂质 那脸蛋 简直像是梦幻里的精灵 一双眼睛 看着自己的时候 李天命的内心 都变得纯净了 结果清儿还是看不出来 所以他认了 我就说 林儿和哥哥 有很好的缘分 以后哥哥 一定要来燕都找林儿玩 等以后 林儿有其他特殊的本领 还想在哥哥身上试试呢 他充满期待地说着 眼睛水灵水灵地 看着李天命 绝对没问题 我一定去 清儿在边上 翻白眼吐槽了一句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就怕你去了 城墙都跳不上去 还是安心回家种地 这货坚持了 念念不忘 要让李天命种地 为他家朱雀国生产粮食 临走的时候 江飞灵手 清儿 给哥哥一个玉佩 方便他以后来找我 不给 嗯 好了 灵儿你变了 真是女大不中流 清儿咬牙切齿 他还是掏出一个青色玉佩 扔给了李天命 蠢猪 劝你别用我的名头 招摇撞骗 否则我把你半生兽炖了 小黄鸡好可怜啊 好多人都想蘑菇炖小鸡了 江飞灵温柔地说 哥哥 如果再有刚才那种情况 你就可以拿出这个玉佩 跟他们说你是亲公主的人 这样 他们都不敢杀你的 李天命连忙收起那玉佩 这可是好东西 他现在最差的就是背景实力 有着亲公主的玉佩 以后行事绝对方便很多 这绝对是非常大的礼物 他由衷地感谢 谢谢灵儿 哥哥更应该谢谁 江飞灵眨了眨眼 古灵精怪的模样 更加美妙了 李天命反应过来 说 亲公主 感谢你的玉佩 江青鸾气呼呼地说 不用谢 再警告你一次 绝对不要拿来招摇撞骗 不要玷污我的名声 没问题 我向你保证 种地的时候 绝对先把玉佩取下来 绝对不弄脏了 李天命其实挺幽默的 这样自黑一句 反倒让亲公主 忍俊不禁地笑了 关键她觉得 笑出声很丢人 马上又板着脸 咳嗽两声 就当自己没有被逗笑过 江飞灵笑咪咪地 看着他们俩对话 然后招呼李天命 哥哥 你过来 咋了 说句悄悄话 好 我听着呢 李天命低下头 耳朵凑到她的眼前 少女的幽香如梦似幻 令人沉醉 流连忘返 她用眼镜的余光 看着这女孩的脸蛋 心中有一种 怦然心动的感觉 江飞灵在她耳边 轻声说着 然后指了一个方向 哥哥 你想得到那个神缘吗 在那个方向哦 李天命心里一震 她怎么知道 自己想去找那个神缘呢 她怎么知道 那个神缘的方向呢 这就是 她想跟自己说的 重要事情啊 这个女孩 当真如神仙一样 虽然一点受缘都没有 好像若不禁风 但是她的神妙之处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轻儿催促说 灵儿 走了 这次 他们是真的要离开了 哥哥 燕都见 在李天命心里 还保持着震撼的时候 轻儿已经拉着江飞灵 逐渐消失在 她的视野之中了 当那两个倩影 彻底消失之后 李天命还有点恍然 心里有点空空的感觉 不只是因为江飞灵漂亮 而是那种似曾相识 然后又非常贴的感觉 更是一种宿命之中的相逢 让她心里已经彻底记住 这个姑娘了 而且她看起来天真 纯净 却又很细心 有洞彻一切的一面 比如说 她知道要来亲公主的玉佩 为李天命保命 知道李天命听说神圆两个字的时候 表情有些变化 甚至给李天命指明了方向 这一切说明 这个姑娘并不简单 她的秘密 引起了李天命 非常大的好奇心 人刚走呢 小黄姬就忍不住 开始嘲讽了 你发春的样子 看起来真猥琐 火腻歪了你 李天命收起玉佩 目光锁定了江飞灵指的方向 小黄姬趾高气昂地说 让你一翅膀 你都不是我对手 现在呢 李天命举起左臂 黑色的手臂展露出来 大哥 小黄姬瞬间变脸 就差跪在地上 哆嗦着说 大哥你哪里不舒服 弟弟给你揉揉 这还差不多 其实都是开玩笑 神源 李天命在记忆之中 搜索关于这宝物的记忆 所谓神源 乃是天地自然诞生的一种神物 神源传闻 乃是上苍神灵创造 赐予人间 神源各种各样 可能是石头 可能是液体 可能是一块宝石 半生兽和凶兽 得到符合自身属性的神源 都有可能发生进化 产生品阶的跃迁 一旦半生兽增强 等于御寿师和半生兽 天赋极限的增加 各方面能力都能提升 神源分为天地玄黄四个级别 最普通的黄级神源 据说都能让半生兽 进化到七阶半生兽的程度 七阶半生兽 足以造就最恐怖的天才御寿师了 在朱雀国 七阶半生兽被称为王兽 寓意为半生兽之王 而更可怕的玄级神源 地级神源效果 当然是更加扩张 比如说地级神源 就能让半生兽 进化为传说之中的圣兽 李天命曾经得到的圣兽战魂 就跟圣兽有关系 圣兽足以造就 整个玄黄大陆的至尊存在 至于天际神源 更是属于传说之中 李天命认真地问 宁华 你刚才说神源这种东西 对你有巨大作用 没错 刚听到这个名词 我的记忆里 有这个东西的出现 我从太古混沌巨兽 转换为半生兽 很多天赋都受到了限制 神源能够让半生兽发生进化 也能够帮助我解脱枷锁 让我无限变强 直到重新成为太古混沌巨兽为止 这是我如今的血脉 给我最本能的答案 只要有方法 那就是最好的 怕就怕一头雾水啊 既然你如此需要神源 而我又知道神源的方向 那还等什么呀 你想抢夺雷尊府的神源 他们有七个人 而且个个都有父母长辈庇护 他们的父母长辈 清宗都能杀掉你 对付他们父母 这个玉佩可以发挥作用 从张崇对清公主的忌惮来看 这些人的父母 在燕都的地位不算太高 顶多是雷尊府的中层 一个玉佩 可以让他成为清公主庇护的人 李天命说 所以啊 只需要解决雷尊府的年轻人就可以了 他的眼睛眯了起来 虽然当初残害金羽的是林霄亭 但是雷尊府不少天才都是帮凶 哪怕火灵山这些年轻人没帮忙 李天命对他们也绝对不会有好感 甚至有严重的敌意 比如说刚才遇到的张子轩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黄姬说 我忽然想起来一个人 谁 小黄姬笃定地说着 他对那个少年也尤其不爽 柳千阳 他说要在离火城一个月 为什么要逗留一个月 他肯定是神源的竞争者之一 以他售卖进第九重的修为 很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人 尤其是他抢走了李天命的炎黄令 你说得对柳千阳一定在火灵山 而且他的姐姐柳青 还有我父亲也肯定跟着他进来了 这就有趣了呀 李天命血液燃烧起来 他对接下来的挑战已经迫不及待了 小黄姬吐槽说 你这是哪门子的父亲啊 先是把炎黄令送给柳千阳 现在又带着他进来 帮助他找神源 柳千阳才是他儿子吧 他说得有道理 现实就是这么滑稽 自己的父亲把儿子赶出家门 然后把一切都给一个外人 李天命冷笑说道 他以前经常来火灵山 天底下最熟悉火灵山的人 就是他 你说那个柳青 不会是为了弟弟的炎黄令和神源 才嫁给李延峰的吧 有一定可能 真伟大 李天命站了起来 他看向江飞灵旨的方向 这样的话 我就更要拿走这个神源了 我就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李延峰 他真的是无语了 他就不相信 天底下还有其他父亲 和李延峰一样急趴了 还有柳千阳 属于我的玄黄令 我这一次也要亲手拿回来 立下誓言之后 他们一人一击不再停留 直接出发 迎接战斗 李延峰发现 江飞灵给他指引的方向 不只是神源之路这么简单 这一路上凶兽蛰伏 毒虫遍布 但也正说明这里是灵气汇聚之地 灵翠生长之地 火灵山温度很高 常年经受烈日直射 其中草木吸收太阳灵气 所蕴养能成的灵粹 多数乃火焰灵气 所以这里简直是 永恒炼狱凤凰的天堂 往后十天时间 李延峰一直往这个方向走 神源暂时没找到 但是拥有橙色天文的灵粹 倒是找到不少 比如火灵芝就有三处 此外还有火焰果 刘燕叶等拥有 橙色天文的灵粹 李延命他们一边寻找神源 一边生吃灵粹修炼 在这样的伏地里 虽然危险潜藏 不时有凶兽袭击 但收效也相当巨大 突破了 手脉境地六处 在境界上 他已经超越黎雪胶 接近追上黎子峰了 这等修炼速度 确实快得匪夷所思 想当年我从开始修炼到 售卖境地六处 花了数年时间 李延命心生感慨 这一切来自永恒炼狱凤凰 这也说明永恒炼狱凰 和肆意金翅大鹏鸟的 根本区别 李延命时刻观察着 半生空间之内的动静 第二颗大了 目前还在颤抖 不过这小家伙有点偷懒 现在都不孵化出来 小黄姬都这么强了 他对第二个太古混沌巨兽 当然充满了期待 这几天时间 青灵草找到不少了 青灵草其实不算多珍贵的灵存 它已经深入火灵山了 在这火灵山深处青灵草比较常见 李延命采摘有三十多株 细心包好 这次出门很长时间 青灵草已经找到了 再找一下神源就回去 灵儿既然给我指引这个方向 那说明只要我走下去 一定能找到一处 神源藏身的特殊之地 就在突破到售卖镜第六重的第二天 李延命的眼前出现了一面湖泊 这是一处高峰峰顶的湖泊 乃是整个火灵山的灵气汇聚之地 站在湖泊之前 可以看到湖面上腾腾冒着热气 伸手尝试了一下 这湖泊的水纹非常高 若是没有修炼的常人下去 估计皮肤都会被烫伤的 这样特殊的湖泊 正好卡在江飞灵指引的方向里 这是李延命这一路所行最特殊之处 所以他决定潜下去看看 小心点 我能感觉到这里面肯定有可怕的东西 就算神源在这里 那也一定会有考验的 小黄姬鄙夷地说 胆小鬼 什么时候你才能和爷一样神勇 事实证明他在吹牛 刚潜下着灼热的温泉 他就躲到李延命的怀里 痴感冒出一个脑袋 紧张兮兮地看着外面 湖水有点浑转 所以很难看清楚湖底的情况 但李延命惊喜地发现 他左臂掌心那颗眼睛 视线非常清澈和透彻 哪怕湖水里杂物众多 这颗眼睛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说实话 若是把缠绕的布条拿开 可以看到他现在左臂非常帅气 让他原本荣雅的气质 增加了三分霸道和妖艳 他右手再拿一柄血火刺 行走黑夜 更像是灵魂收割着 简直率爆了 此刻他已经潜入到湖底 湖底温度更高 很多岩石都已经被烧红了 说明这湖泊底下 应该有岩浆地脉 怪不得周围火焰灵气 如此浓郁 看得太清楚了 他估计其他所有人 潜入到这个位置 都没有他的视线清楚 头上的双眼已经一抹黑了 小黄鸡也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左臂手掌的眼睛 仍能够清楚看到 湖底的岩石纹路 大概搜寻了小半个湖泊 这是什么 就在这时 李天命拨开几颗湖底的石头 赫然看到 这湖底深处有一口井 这一口井是一种青铜金属打造 充满着岁月的痕迹 井口有一块青石板封闭着 这青色石板封闭得十分牢固 已经是锁死的状态 肯定下不去 关键是 这一口井已经很隐蔽了 没有李天命的第三只眼睛 寻常人来到这个位置 根本不太可能找到这一口井 小黄姬听了他的描述 忍不住畅想着 封闭的井 下面有什么宝藏吗 你看这里 好像是一个钥匙槽 李天命指向那封闭井口的青色石板 小黄姬动他说 看个屁啊 爷看不见呢 李天命猜测 神源会不会在里面呢 那就找找钥匙来 可能就在这湖泊里面 李天命先记住这个位置 这湖泊很大 还有三分之二没有搜索 所以他继续潜水 开始搜寻其他的区域 大概一刻钟之后 他忽然发现 湖中央位置好像有亮光 他迅速过去 仔细一看 就在一颗大岩石上 出现了一块长条状的石头 石头正散发着荧光 李天命在这石头上 感受到了一种 天地造化的奇妙机器 李天命激动地说 钥匙 小黄姬激动地说 不 这就是神源 李天命笃定地说 什么意思 第二十六集 这石头的形状 和刚才那个凹槽契合 这是刚才那口井的钥匙 放你的狗屁 这就是神源本身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我还分辨不出神源 你确定 李天命再次观察 他发现这个石头 确实是书本描述之中 神源的感觉 他还以为神源藏得很深 应该在那口井之下 但没想到 他就光明正大的放在这里 小黄姬说 当然确定啊 快拿走吧 李天命眯着眼睛说 就算他是神源 但是我也肯定 他同时也是那口井的钥匙 说不定井下还有其他东西了 简单 先拿神源再去试试 好 李天命已经锁定目标了 不过 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他觉得 得到神源的过程 好像太简单了 等等 他停下脚步 仔细看着周围 小黄姬也感受到了 有凶兽的气息 这种气息比较微弱 但仔细去寻找 还是比较明显的 在那里 李天命看到了 在神源后面 一片淤泥湖底之中 露出两排 像是巨大刀片形状的东西 每一排都有十几片 高达一米多的刀片 刀片上缠绕了不少植物 但是可以感受到 这些巨大刀片 应该非常的锋利 这刀片不是凶兽 而是凶兽的一部分 就在淤泥之中 潜伏着一头巨大的凶兽 估计长达十几米 这样的尺寸 绝对是一头巨兽啊 这头巨兽 此刻应该是在沉睡 不然李天命他们这么靠近 早就引起他的注意了 刀背巨鳄 三杰凶兽 李天命皱着眉头 这凶兽背部两排刀片 实在太鲜艳了 所以他立刻辨认出来了 果然 想拿到神源 绝对不轻松啊 因为 这刀背巨鳄 是三杰凶兽 三杰凶兽 拥有堪比预兽师 凌元净的战斗力 而且三杰以上的凶兽 还拥有可怕的 觉醒神通 李天命 方才受迈进第六重 正面交锋 绝对不是这 刀背巨鳄的对手 这样的凶兽 比柳千阳都强夺了 三年前 凌元净的李天命 都未必是这 三杰凶兽的对手 李天命迅速得出结论 打不过只能智取 不能抢弓 小黄鸡撇撇嘴说 少年郎 怎么智取你告诉我 我来勾引他出去 你趁机偷走神源 李天命说着 他们有两人 而凶兽最差的 就是智商 只要挑衅成功 是可以成功引走 这刀背巨鳄的 你 你觉得这凶兽 追不上你 李天命比一地说 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来引诱 你有这胆量 垃圾 小黄鸡怒了 你再说一句 你确实比我 适合引诱这凶兽 但关键是 你没胆量 小黄鸡翻白眼说 滚 老子来引诱他 搞不定他 老子跟你姓 任你做爹 其实说实话 他身体又小 而刀背巨鳄 虽然强大 但毕竟身躯太大 在丛林之中 追逐受阻 而且小黄鸡 还能飞起来 只要不正面打架 还是挺能克制 刀背巨鳄的 至少比李天命 当诱饵 合适太多了 这么小个身体 往丛林里面一窜 刀背巨鳄 估计都懵了 小黄鸡问这说 拿到神源之后怎么做 要用神源尝试一下 看看是否能开启 那一口井吗 我们到时候先会合 如果你能把刀背巨鳄 引得比较远 我们还有时间 就尝试一下 你可以单独下去啊 是因为没有我 你一个人不敢进去啊 李天命翻翻白眼 我是怕你在外面出事 让刀背巨鳄给吃掉了 他感觉上 如果要下去 最好还是一起行动比较好 毕竟周围 还有雷尊府的对手啊 他们说做就做 先是退出这湖泊 李天命先找个位置隐藏 接下来就是小黄鸡的表演了 虽然对他有信心 但李天命还是盯住说着 小心点 睁大眼睛看清楚 什么叫做遛狗 小黄鸡趾高气昂 在李天命找好位置之后 他直接冲进湖泊之中 动静非常巨大 估计马上就窜到 那刀背巨鳄的眼前 此时刀背巨鳄正在沉睡 小黄鸡落在他脑袋上 举起翅膀 掀起了这凶兽的眼帘 然后直接啄了上去 你娘们跟人跑了 你还在睡觉 我啄死你 这祸浪起来 简直惊天动地 那刀背巨鳄 剧痛之中惊醒过来 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 叫什么叫 来追我呀 他飞驰起来 冲出了湖泊 嚣张叫嚣 非常欠揍 下一个瞬间 一头巨大的黑色刀背巨鳄 从湖泊之中冲出来 他卷起了大量的湖水 形成一个龙卷风一样的水柱 朝着小黄鸡吸卷而去 看得出来 刀背巨鳄的眼睛已经红了 大量的水龙卷形成 铺天盖地地去撕裂小黄鸡 这么大的阵势攻击 这么小的小蒙鸡 确实兴尸动重了 这水龙卷乃是刀背巨鳄的觉醒神通 威力相当巨大 琥珀前方数百米的森林都被撕裂了 傻不拉鸡 再追我试试 追不上 你就是我亲儿子 小黄鸡灵活多变 在水龙卷之中惊险闪 那刀背巨鳄虽然听不懂他说的话 但是却能感受到他的挑衅 他再次咆哮 以粗大的四肢拍打水面 直接冲了出去 所到之处 简直是地动山摇 他已经被成功引走 这对李天命来说是绝好的机会 从这地动山摇的动静 都能判断出刀背巨鳄的位置 这凶兽回来的时间 足够李天命拿走那神缘了 于是他二话不说 冲进了湖泊之中 神缘 我来了 熟热的湖水 此刻让刀背巨鳄叫得天翻地覆 李天命冲入其中 直接锁定了神缘 他在水中急驰 迅速靠近神缘 轻松到手 神缘不算大 李天命直接将其裹入衣物之中 顺利到手之后 他一刻都不停留 立马冲出湖面 这么珍贵的神缘 得来全部费功夫 先和萤火会合 这次小黄姬功劳最大 接下来就看他能不能甩掉 那刀背巨鳄了 如果能把刀背巨鳄 引得远一点 然后提前回来 李天命就尝试看着 神缘能不能打开这口井 玉兽师和半生兽 还是挺忌讳分隔太远 那样容易被逐一击破 正当李天命这么想着 刚到湖面等待小黄姬的时候 赫然感受到危险降临 一个蓝衣少女出现在她的眼前 你是谁 那少女名谋好尺 柳腰纤细 眼眸如水一般有湛蓝之色 只是眉宇之间 有着一股类似黎血胶的胶寒之气 破坏了这一些美感 果然刀背巨鳄的动静 吸引了其他人 这个少女不出所料 应该是雷尊府的人 远处有一个厚重的声音传来 神员在他身上 李天命抬头一看 湖泊边上有两个 身穿黑衣的中年男子 看长相 他们应该是兄弟 蓝衣少女目光淡目 直接锁定了李天命说 爹 叔叔 你们确定 他如今脚踩在水面上 水波荡漾 他却纹丝不动 看来造诣很神 可能比张子轩还要强 其中一位 胡须更长的中年男子说着 当然确定 赶紧躲去 刚才离开的刀背巨鳄 很可能会归来 按照规定 我们不能对刀背巨鳄动手 他们这种人物 半生兽 基本都已经成长到极致 正是最强的时候 年轻人根本不可能抵御 好 蓝衣少女朝着李天命 急驰而来 立声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山民 这神渊是我雷尊府之物 你竟敢染指 我给你一个机会 放下神渊走人 否则就把性命留在这里 雷尊府的人高高在上 说话都是这样霸道 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 李天命呵呵一笑 转身就走 找死 蓝衣少女脸色难看 他直接追了上去 与此同时 一头半生兽 从他的半生空节内出来 直接扎进了湖泊之中 他的半生兽 是冰水泄的 李天命已经看到了 那好像是一条蓝色的大鱼 有着光亮的鱼鳞 头部好像有尖锐的突刺 隐约好像有好几只的眼睛 冰水系的半生兽 极其擅长在水中战斗 这湖泊简直就是他的天堂 作为御寿师 这蓝衣女子的战斗力 也相当强 果然 水中的鱼确实很可怕 李天命能感受到威胁 迅速在靠近 骤然之间 水中有巨雾冲出 头部的尖刺 直接指向李天命的后心 嗖的一声 李天命施展身法 踩在水面上 闪避过去 那飞鱼直接水底 很快再次冲向李天命 六眼飞鱼 冰水系 鱼类半生兽 五接水平 李天命只看了一眼 就分辨出了 这半生兽的级别 很明显 其头部有六只眼睛 他继续投资 不是他打不过 而是湖泊之内 不是他的战场 在这湖水之中 对方一人一鱼的战斗力 又巨大加成 在这里交锋 完全不划算 而且小黄姬 还不在身边 李天命等于是 单独被围攻了 来一女子江义琳 一边追逐 一边怂火 在他说话的时候 李天命成功上岸 那六眼飞鱼 好几次都没命中了 你以为你上岸就没事了 我已经胜卖进第八重 杀你易如反掌 江义琳冷笑一声 他也已经上岸 在他的身后 那六眼飞鱼 也飞上陆地 这半生兽 可以靠巨大的鱼鳍飞行 飞天战斗也不成问题 只是没水中那么强 胆大包天 岂有此理 下一个瞬间 江义琳抽出自己的兽兵 拦血剑 指向李天命 他已经懒得多说了 杀人夺宝 是他此刻的唯一目的 飞一流剑法 此乃高品兽级战权 剑气席卷之间 如同瀑布飞流而下 凶猛而厚重 完全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女子 施展出来的剑法 每一剑几乎都有 截断合流的力量 与此同时 那半生兽六眼飞鱼 也施展飞流剑法的兽法 兽法部分 因为飞流一击 这六眼飞鱼头部 有一根形同长枪的尖刺 和兽兵一样刚硬 当他在空中飞起来的时候 直接朝李天命穿刺 在速度加成之下 这样的飞流一击 估计能穿透去实 售卖境第八处 亲户已经接近 售卖境圆满了 江义琳的实力 很接近柳千阳 不过这时候 李天命身上的永恒炼狱兽员 也同样磅礴 这是水火之战 绝对水火不容 他的右手握住血火刺 黑暗左臂则握手成拳 实际上 在经历一些尝试之后 李天命对现在 覆盖着正六边形林甲的左臂 有更深的人士 此前 那蓝尾独蝎的钳子 都难以给他左臂造成伤害 目前来说 普通的兽兵不太可能伤到这左臂 反正血火刺不行 这样一来 他的黑暗左臂不但能进攻 而且也有强悍的格挡作用 相当于盾牌的效果 这次交锋非常凶猛 李天命一一敌二肯定不容易 但是现在在陆地上 这是他的战场 流言飞鱼急驰而来 李天命施展鬼影步 在森林之中变幻莫测 躲避过他的飞流一击 再次闪烁 直接出现在江一林的眼前 江一林自然不怕的 准备好的飞流剑法 笼罩而下 对任何战局来说 无法部分 肯定比兽法部分强 此刻剑法爆发 如同飞流直下三千尺 浩浩荡荡的剑气清洗而来 像是倾盆大雨轰然落下 李天命面无表情 有一副当官万夫莫开的气势 他骤然冲了上去 以自己的左臂 直接挡住了江一林的蓝鞋剑 一声刺耳俱响 李天命感觉左臂 好像被蚂蚁叮咬了一下 不怎么痛 但是对方庞大的力量 却震得他自己浑身发颤 果然兽卖进第八重 还是很强的 不过这样的效果 就让江一林警派 他是要砍断李天命的手臂的 怎料对方毫发无伤 就算他手上裹了一层铁皮 那也要断臂啊 时间不允许他思考 因为李天命已经挡住了 他的飞流剑法 也就这点本事嘛 那接下来轮到我了 下一个瞬间 就是他的进攻时刻 一道血光迅猛掠过 超凡兽己战爵的可怕 展现了出来 这在受迈境无敌的战穴 只有灼热的火焰气息掠过 江一林急忙闪避 却在惊鸿之间 一缕长发飞了出去 那雪白娇嫩的脸蛋上 赫然多了一道血痕 你 他完全懵了 正要怒骂时刻 李天命势如破竹 左臂一拳红出 他一掌抵挡 但是完全挡不住 李天命的龙象重拳 这一拳如同龙象的踩踏 正中江一林的小腹 他一口鲜血喷出 惨叫一声 脸色惨白到飞出去 但是他还没飞出去的瞬间 李天命拦腰抱住他 手中血火刺 已经抵在他的咽喉之上 然后迅速转身 将江一林挡在自己的身前 那 六眼飞鱼的飞流一击 已经再次冲来 只不过江一林 已经挡在李天命的身前 他要继续进攻的话 估计先杀死的是 他的玉手失了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他只能连忙偏离方向 直接撞在地上 尖刺扎进岩石上 整条鱼撞得七魂八素的 差点没晕过去 战斗 结束了 李天命提升到 售卖境第六中之后 以一第二 直接击溃了江一林 挟持了他 他这次血聪明了 上次他要是直接挟持张子轩 也不至于被他父母威胁 江一林 阴冷地看着他 没想到你这贱民 还有这样的实力 但是 你绝对死定了 你敢伤我 你确定 你知道什么是雷尊府吗 小傅的痛 还是让他只能倒吸冷气 把嘴闭上 李天命一手拿着血火刺 控制他的生死 一手捏住他的嘴角 江一林 眼神凶狠 还想说话 但给李天命捏住之后 只能发出 咿咿咿咿咿的声音 够了 果然 就在这时候 那两个气势滔天的男子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两人都是阴沉地 看着李天命 眼中已经有着 可怕的杀机 要不是李天命 掌控了江一林的生死 他们恐怕早就直接 弄死李天命了 江一林的父亲 江桃 陈上说 小子 你太年轻 还不知道自己得罪了 什么级别的存在 你要是知道雷尊府 是什么势力 我保证你马上得哭出来 李天命微笑说 那不可能 我的泪点 很高的 好 那你可以死了 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 李天命的手中 出现了一枚玉佩 江桃顿时呆齿了 王族的玉佩 青色朱雀 是青公主的 李天命还没仔细看 听他描述 他看了一眼 果然玉佩上 有一只青色朱雀 据说 朱雀这种半生兽 最起码都是六戒 这是真正高贵的血脉 李天命问 我是青公主的人 拿走这神圆 有问题吗 这些人都不知道 李天命的真实身份 他故弄玄虚说一下 其实很有效果 能成为青公主的人 本身家里都非富其贵 绝对不可能是 这里的山野村民 江桃咬了咬牙 眼睛阴晴不定 怪不得你有如此战斗力 李天命淡淡地问 我尽住你的模样 你今天敢跟我 抢制神圆 等回去了雁都 看看会发生什么 河下说笑了 我们雷尊府 当然不敢强行抢夺 不过 可否冒昧问一句 令尊是什么身份 我爹 那可是个大人物 你肯定认识 是哪位强者 你自己猜吧 李天命晃了晃 手中玉佩 将江义琳推了出去 就说 女孩子别这么野蛮 打打杀杀 成何体统 江义琳气得脸色发白 不过 他同样也是 敢怒不敢言 连父亲都忌惮 这玉佩 更何况是他 再见 李天命大摇大摆 拿着神圆离开 江义琳急忙说 爹 不能放他走 万一他的玉佩 是捡的呢 不可能是捡的 这种东西 秦公主不可能会丢 一定是他 非常重视的人 才可能赐予 王族的玉佩 这小子从头到尾 都没怕过我们 要不是有恃无恐 怎么可能啊 那 神圆就让他 白拿走了吗 不然呢 本来就是他在 刀背巨恶手里 抢到的 虽然一肚子火气 但是无从发现 简直欲哭无泪 李天命刚走不久 又有三人飞驰而来 落在这湖泊的旁边 双方人物一眼 就看到了对方 江一林 你拿到了神员 说话的 乃是一个清秀少年 那少年骑着一头 闪电爆 嗖的一声 就冲到了江涛他们眼前 相说好 来人正是柳千阳 他拦截在江一林的眼前 不过还是先和江涛 打了一声招呼 在柳千阳的身后 李火城城主李延峰 还有其新夫人柳青 携手而来 柳青略有不满地问 江叔怎么正大光明现身了 正常来说 小辈自己争夺神员 长辈最好不要现身 暗中保护就可以了 反正已经失去神员 讲到心情也不怎么好 出了点变化 神员让外人抢走了 柳青有些怀疑 怎么可能 李延峰说 外人 这黄山野岭 又是李火城的地盘 不可能有外人来到这里 他们同样是听到 刀背巨鳄的声音而来 而且李延峰知道 这个湖泊所在 这里本就是他下一个目的地的 没想到快到的时候 竟然有那么大动静 江桃叛了口气说 是一个少年 自称是清公主的人 从琥珀里拿到神员 我女儿打不过他 我是想拿回神员 再做定夺 可惜 他亮出了清公主给的玉佩 对方身份背景雄厚 雷尊府这次对小辈的考验 等于是给他人做假意 这个神员 是雷尊府的长辈发现的 但是他没有动 让小辈自己来争夺 结果半路杀出一个 清公主的人 柳千阳脸色有些难看的说 很强吗 半生兽是什么 他对那神员势在必得 所有竞争对手都不怕 现在的结局 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江一林低头说 他没使用半生兽 境界估计跟我差不多吧 江桃忽然说 你们要是信不过 就往这边追吧 此人刚走了 是吗 柳青和李延峰对视了一眼 反正眼见为实 他们二话不说 三人一起朝李天命的方向追去 江一林不满地说 爹 为什么要让他们追 要是柳千阳抢了神员 往后更碾压我了 没办法 一定要让其他人和这少年碰面 不然回去后 我怎么交代 就我一个人 他们都未必会相信我的话 说不定 认定我自己私藏神员 而且 真要抢这神员 就是得罪清公主 江一林点了点头 明白了 那少年实力 比起柳千阳如何 虽然他没使用半生兽 但肯定不如柳千阳吧 毕竟柳千阳即将突破灵圆境 而刚才那个人 不过是靠左臂上的 奇怪护甲打败我 其兽源性质很可怕 但并不算雄魂 违逼地离开湖泊 李天命绕了一圈 省得让其他人追上 靠着和半生兽 这种冥冥之中的联系 李天命感觉 小黄姬正在靠近 他们生命是有牵连的 所以都能知道 对方现在都安然无恙 果然 小黄姬在丛林之中出现 他哈哈大笑着 兄弟 神员到手没有 我跟你说 我这次遛狗 逗得那刀背巨鳄 蹊跷流血 根本逮不住我 小声点 神后不确定 是否还有追踪的人 李天命连忙拉住他 然后问他 刀背巨鳄引得多远呢 他没追上我 但估计不久后 也会回到湖泊 怎么了 李天命沉思说 我得到神员之后 遇到雷尊府的人了 靠亲公主给的玉佩 暂时妥协 那还等什么 赶紧走啊 回离火城躲起来 小黄姬已经看到 李天命怀里的神员 他早就已经嘴馋了 李天命眉头一皱说 现在就走的话 要是你把神员练化了 就没机会再看那口井了 富贵险中求 回去再看看 情况有所变化 但是李天命 还是不太愿意 放弃那口井 现在已经和小黄姬会合 且刀背巨鳄还没归来 而且湖泊旁边的江亦林他们 很可能走了 暂时还有冒险的机会 没事 我的第三只眼睛 在湖泊里有油饰 只要躲进去 他们未必能找到我 那赶紧的呀 刺激 这祸也是不怕死的主 他也很想看看 神员能否打开这口井 绕路回去 因为怕被直线追踪 李天命和小黄姬 绕了一个大拳 当他们返回湖泊的时候 果然发现 刀背巨鳄还没回来 而且这周围已经没人了 进去 他们动作迅速 直接潜入骨水之中 这湖泊很大 他们没入其中 基本没产生什么动静 但是当他们 刚刚进水面的时候 李天命赫然看到 一个骑着闪电暴的少年 出现在湖泊边上 六千阳 李天命在水底看到了他 但是他绝对没看到李天命 在那之后 又出现两个人 果然是李延峰 和他的新夫人柳青 这妖娇的美女 身穿紧身的衣裳 曲线动人的身材 更是站露无遗 火灵山本就是灼热 她的出现 更是让人热气腾腾 柳千阳情绪暴躁地说 没找到那个清公主的人 江亦林他们是不是 故意给我们指错路了 嗯 有可能 他们找不到李天命 明显是回来再找 江亦林他们问清楚的 但是江亦林他们 已经不在这里了 李天命暗道好险呢 幸好他一离开 就开始绕路 要不然真有可能 让他们三个逮住 不过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当柳千阳与湖泊边上冒头的时候 就在湖泊的另一边 一头暴躁凶残的巨兽冲了回来 这就是刀背巨鳄 他明显意识到 神缘可能丢掉了 当他冲出来的时候 他第一瞬间 就锁定住了湖泊对面的柳千阳 柳千阳骑着闪电豹 闪电豹是顶级半生兽 形态也很巨大 一下子就引起了 刀背巨鳄的凶残的敌意 那一刻 刀背巨鳄嘶吼一声 冲进湖泊 卷起漫天水滑 朝着闪电豹 冲了过来 刀背巨鳄回来 对李天命来说是个惊喜 他所制造出来的混乱 对李天命更加有利 这时候 刀背巨鳄绝对把柳千阳 当作是偷盗着 所以要杀死柳千阳 加闪电豹 至于湖泊之内的李天命 根本没人发现 刀背巨鳄 也是雷尊夫考验的一部分 所以李延峰他们 也不方便出手 于是乎 柳千阳肯定要挨揍了 活该 外面的战斗动静 已经非常大 李天命也抓紧时间 再不管外面是什么动静 直接钻进湖底深处 潜入湖底深处 还一路往下前行 李天命记住了那口井的位置 这一次身前进来 直接就找到了目标 外面站得非常火热 李天命却中耳不闻 他再次来到这口井的面前 二话不说 将怀中长条星石头神源取出来 直接插进那凹槽之中 一声脆响 凹槽完整地契合 这说明 这神源确实是这口井的钥匙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小黄姬有些好奇 李天命同样好奇 但也有一些敬畏 毕竟 这口井黑暗深尘 谁都不知道里面是宝物 还是有什么怪物 就在下一个瞬间 那青石板从中间开启 列为两半 迅速打开 李天命赫然看到 井下有一个漩涡 那黑色的漩涡 有着汹涌的吞袭之力 他还没反应过来 就直接被吞了进去 而后 两块青铜石板 迅速对接在一起 今后再次封闭 一切悄然无息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只是 李天命已经彻底地消失在 这湖泊之中 他们就算将这湖泊 翻个底朝天 都别想再找到人了 只要他不出来 有大把的时间 炼化神源 姐 救我 柳千阳简直欲哭无泪 那刀背巨鳄就盯着闪电豹 就跟有仇似的 把他们一人一授 打的是落花流水 尤其是闪电豹 身上满是刀背巨鳄的刀伤 都快鲜血淋漓了 没办法 还是出手吧 柳青看着弟弟灰头土脸 他看得也是心疼 其实按照雷尊府的规定 他们现身出手的时候 就是属于所属弟子被淘汰的时候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他们都不会出手 李延峰点了点头 他坐镇李火城 乃是朱雀国南疆非常有名的强者 宗师级别的人物 有通天之修为 这刀背巨鳄在其面前和小鸡 没什么区别 只见他伸出手指 在他食指指尖上 骤然出现一缕白色火焰 那白色火焰飙射出去 以恐怖的速度 瞬间动穿刀背巨鳄的头部 刀背巨鳄正在凶残追杀闪电豹 忽然之间就倒在地上 巨大的身体因为惯性 还在往前冲着 在前冲的时候 其身体从头部开始 不断冒出白色火焰 瞬间吞没全身 大概十夕之后 偌大的三阶凶手 被白色火焰烧得 连尸骨都没剩下 但奇怪的是 其中围花草树木 却是完全没有收损 就像那白色火焰 根本不着烧它们 柳青羞怯地说 风格好厉害呀 小事一桩 我先去找一下 那个青公主的人 你先给前阳疗伤 李延峰吩咐完毕 转身就离开了 在此之前 他不敢动用自己的本事 寻找李天命 就怕破坏了规矩 但是 现在已经彻底失去了 李天命的行踪 而且他还出手 斩杀了刀背巨鳄 已经算是违规了 还不如违规到底 柳青连忙说 风格 你出手吧 应该没问题 规则是给我们雷尊府内部定的 现在是外人拿走了神员 你先抢回来再说吧 好 至今为止 李延峰都万万没想到 抢走神员的人 竟然是李天命 柳青阳心疼地看着 自己的半生兽 说着 姐 别让此人逃走了 否则我就彻底没机会了 放心吧 你姐夫去找他了 李延峰这次离开 足足小半天时间才回来 回来的时候 面色也是铁青的 柳青疑惑地问 风格 神呢 不见了 怎么可能 姐夫 你对火灵山如此熟悉 怎么可能找不到一个年轻人 你不是对这里了如指掌吗 他还等着神员呢 还等着报复呢 柳青瞪了柳千阳一眼 你冷静点 为了神员 柳千阳已经有些丧失理智了 要是他知道 拿走神员的人是谁 刚才就在湖泊里 估计更是要气得吐血 周围已经走遍了 确实找不到他 说明此人真有一些本事 要么 就是另外一种可能 此人是江涛杜撰的 根本没有这号人物 江涛骗了我们 李延峰眯着眼睛 柳青摇头说 不可能 江涛没这个胆量 他不能玩这种手段 这才是破坏规则 他们对话的时候 柳千阳悲愈欲 那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继续找啊 神员没找到 新公主的人也没找到 还凭白无故挨了一顿打 他对李延峰都有意见了 李延峰最后做出决定说 再去找江涛江一林他们 问个清楚 那少年到底有什么特征 憋屈之中 他们只能离开这里 先去找江一林他们 半天之后 李延峰碰上了江涛他们 一阵争论之后 李延峰他们三人 不得不相信 确实存在这么一位 亲公主的人 此人拿走了神员 且还躲避过李延峰的搜查 一天后 他们六人遇到了另外一批人 那是三家之口 分别是张崇夫妇和张子轩 张崇脸色疑惑地问 你们怎么脸色不好看 神员谁得到了 江涛无奈地说 神员在火灵山的圆镜湖 有一头三级巨兽 刀背巨恶守护 我们到之前 已经让一个外族少年 先行拿到了深渊 外族少年 小辈打不过的话 我们自己也可以出手 先抢夺回来 谁敢动我们雷尊府的宝贝 你们为何不出手 那外族少年 手里有亲公主的玉佩 她是亲公主的人 你敢动手啊 张子轩惊呼了一声 啊 亲公主 怎么 你们遇到了亲公主 听到张子轩震惊的声音 柳千阳他们六人 都盯着她看 第三十集 张崇非常震惊地看着他们 遇到过 你们刚才说什么 一个亲公主的人 手上有亲公主的玉佩 李延峰沉声问 你认识此人 是这样的 前些天 我们遇到了一个少年 张崇就把李天命 和张子轩的争端 说了一下 张崇非常疑惑地问 亲公主最后 带走了这个少年 想必后来 还给了他玉佩 这少年平平无奇 为何亲公主 对他这么好 李延峰皱眉问 你们见过这少年 他有什么特征 真可能是附近的山野村民 长相的话 不太好描述 江涛江一林他们 也都见过 张子轩在边上 没好气地说 那人的半生兽 是一只小鸡 黄色的 一巴掌就能拿下 什么 这句话说出口 李延峰柳青和柳千阳三人 简直惊呆了 一个月前 一只小黄鸡的表现 给他们留下了 还算深刻的印象 天底下 不可能再存在 这么特殊的半生兽了 柳千阳一字一顿地说 你确定 再说说那少年容貌 打扮 江涛和张崇他们 都分别描述了一下 加上半生兽的特殊 这一下全部对上 李延命 绝对是他 李延命 柳千阳万万没想到 一个让他蔑视的人 他甚至已经忘记了 这个人的存在 这样一个人 竟然这样坏了 自己的大事人 让自己的火灵山之旅 如此狼狈 柳千 满脸都是狐疑之色 他此前不是 售卖进第七宠的战力吗 怎么打败子萱和易琳 种种证据说明 那人就是李延命 可是 所有一切都难以置信 李延峰目光淡漠地说 他曾经到过灵源境 有一些战斗经验 夺走神源 应该是用取巧的方式 说实话 刚确定李延命身份的时候 他脑子都空白了一下 甚至现在 他声音阴沉了许多 他没想到会是李延命 他自己的儿子 一而再再而三地 坏自己的事情 他信誓旦旦地 要帮助柳千阳得到神源 没想到竟然是李延命 出来捣乱夺走了柳千阳的深渊 试问他这个新姐夫 要怎么向他们姐弟交代 一想不到的 才叫人更加恼火呀 捣乱一次就够了 第二次还来捣乱 姐夫 怎么说 柳千阳实在太气了 所以说话的语气都没控制好 他应该要返回李火城 我们可以半路逮住他 放心吧 谁都可以得到神源 他不行 李延峰面色淡漠地 看向李火城的方向 柳千阳问 他都得到神源了 为什么还要回李火城 李延峰没有回应 他总不能告诉柳千阳 是因为魏靖还在李火城 魏靖已经病重 李延峰面短时间一定会回去的 江陶问 你们刚才说 此人用血神契约签订了凶兽 只有一阶贫瘠 对 那我就放心了 一阶半生兽 称子都炼花不了神源 这小子 徒劳了 听到这话 柳千阳总算是放心了一点 如果路上没找到 就在李火城等他回来 不出七天 他绝对要回来 李延峰说出这句话之后 众人总算是放心多了 让那黑色漩涡一吸 李延峰摔得七魂八素的 这里是 他马上爬了起来 发现自己竟然在一间密室当中 这里四面都是黑色墙壁 脚下的石板也是格外坚硬的 只有天花板上有一条圆形的通道 通道的墙壁是青铜材质 应该就是那口井了 我应该是在井下了 他的眼睛迅速扫过四周 在这封闭的密室之中 他总共找到两样东西 一个是刚从上方摔落下来的神源 另外一个东西摆在他的眼前 那好像是一个白玉球体 浑圆结白 散发着晶莹的光芒 正是这白玉圆球 将周围完全照亮 让这密室之中不至于一抹黑 你看这是什么 李天命将小黄姬从半生空间里带出来 说实话 他觉得这白玉圆球有些诡异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这里果然有东西 小黄姬围绕那白玉圆球转了一圈 最后说 还挺古怪 你自己摸索 把神源给我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进化了 就在这里面 小黄姬反白眼 不然呢 你爹还在外面呢 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杀进来 炼化神源进化 这个过程主要由半生兽进行 如果进化成功 再次修炼的时候 半生兽提升的血脉能力 还会再次改造玉兽师 这进化过程 李天命只需要在边上护发就可以了 小黄姬比宜得意地说 他们当我是一节半生兽 肯定以为我炼化不了这神源 殊不知 我所谓的进化 其实更多是一种突破自我的血脉枷锁 别吹了啊 李天命把神源交给他 当然 他一点不担心小黄姬会搞不定这神源 虽然他听说 半生兽吸收神源进化的过程变数很多 基本需要长辈护发帮助 历史上有很多进化失败的案例 甚至还有进化过程死亡的案例 年轻人的半生兽基本上不敢单独进化 但是他感觉这永恒炼狱凤凰应该没这问题 他连灵矿都能生吃 小黄姬拿到了神源 无比的欢快 那眼神就跟孩童得到心爱的玩具似的 你先琢磨一下这圆球 没问题我再开始 别看他没心没肺 其实还挺细心 神源在手还能忍住 李天命早就迫不及待了 他现在就站在那白玉圆球的边上 李天命说 这口竟以神源为钥匙 进来之后只有这白玉圆球 那么这东西的价值 一定是神源的数倍才对 那也要看你有没有造化能得到他 李天命点了点头 他做好了准备 神猪兽触碰那白玉圆球 触手感觉冰凉 但没有任何排斥之感 于是他将这白玉圆球拿起来 放在眼前端下 只见这白玉圆球十分纯净圆滑 表面上没有任何的瑕疵 李天命转了几圈 感觉这就像是一个普通的鱼石 似乎没什么古怪的东西 就在这时候 白玉圆球上出现了一只眼睛 这眼睛出现得毫无征兆 和自己对视 就好像是他眼前忽然出现一个人 当他的眼睛和这圆球上的眼睛 视线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李天命脑子嗡了一声 一时间天旋地转 天地都颠倒了 而后传来一声轰鸣 让他头晕目眩 下一个瞬间 他仿佛来到一个 仿佛只有白色光芒的事情 前后左右只有刺眼的强光 什么都看不见 耳边好像有无数人在耳语 千千万万的人 好像就在眼前 又像是在天边 天地之间忽然响起这样的轰鸣声音 每一个字都像是炮弹一样 在李天命的脑海中炸开 足够让他记得清清楚楚的 这句话有两个信息 第一个信息肯定是来源于这白球的主人 他号称自己是幻天之境内的至尊 只可惜李天命从来没听过幻天之境这个地方 第二句话就玄乎了 冥冥之中引你而来 是什么意思 他一开始是为清灵草而来 然后碰上江飞灵 才知道这边有神源 因为黑暗左臂的眼睛 他才可能发现这口气 怎么算是冥冥之中 被人引来这里 年轻人 当你将我的神魂天书 修炼到天极之眼的城 灵河才会真正开启 到时候你就能来到幻天之境 追寻我的神迹 又是一句让脑袋轰鸣的话 所谓灵河 他感觉好像是自己手上这颗白语元球 就是那个眼睛 在这之后 李天命还没反应过来呢 这个白茫茫的世界还在持续变化 眼前忽然汇聚了很多金色的云雾 那些金色云雾在他眼前变换 最后竟然形成了一个个金色蚊子 李天命顺着蚊子念诵下去 神魂天书 李仇 弥陵之统 这金色的蚊子实在太多太复杂了 但是他每念一个字 那个字就已经刻在他脑海之中一样 记得清清楚楚 大概一刻钟之后 他才将所有文字念诵完毕 这时候 一份完整的 弥陵之统 弥陵之统 弓法 已经完全刻在心里 根本忘不掉 那个声音又出现了 弥陵之统修炼大成 就可开启 神魂天书第二窗 李天命至今都有些恍惚 他晃了晃脑袋 忽然发现 那个白色世界已经消失了 他回到了密室之中 手中的白玉圆球仍然存在 但是刚才出现的那只眼睛 已经消失了 小黄姬在边上 瞪大眼睛看着他 你干嘛呢 念了半天经文 我还以为你出家了 李天命半天才反应过来 他端向着手中白玉圆球半天 这东西上的光芒都开始暗淡 怎么弄似乎都没反应了 传承结束 可能需要李天命在神魂天书上 能有突破 这东西才会再有反应 李天命文 你知道 幻天之境这个地方吗 不知道 我好像得到了造化 什么造化 一本叫做 神魂天书的功法 有点像是迷魂系御寿师的手段 迷魂系是半生兽的新有品种 品质基本都很高 据说柳青就是罕见的迷魂系御寿师 拥有迷魂系的半生兽 这种存在 这种存在拥有迷惑神魂精神的力量 防不胜防 可以在战斗之中迷惑对手 甚至掌控神魂 那你修炼试试呗 等我炼化神源 再看看你的修炼成果 他已经开始炼化那神源了 反正他还需要一些时间 李天命就坐下来 好好琢磨一下 这神魂天书的第一宠 迷灵之童 这是一门功法 而不是战阙 迷魂系御寿师 也有一些迷魂战阙 李天命也曾经见识过 但和他如今所记住的神魂天书 不是一个类型 迷魂战阙 建立在迷魂系御寿师的基础上 才可以施展 常人修炼不行 可这神魂天书 则是以锻造眼睛的方式 将自己直接打造成迷魂系御寿师 这种匪夷所思的功法 应该属于特殊功法行列 功法有两种 除了特殊功法 另外一种就是非常普遍的 境界功法 比如玄金诀 永恒炼玉经都是境界功法 境界功法 转化天地灵气为寿源 突破境界 凝聚灵源 是修行的根本 比战诀都要重要 李天命曾经听说 前辈们还创造过一些特殊功法 可以无中生有 附加在境界功法的体系之中 今天他终于见识到了 比如神魂天书完全和 永恒炼玉经不中途 他开始琢磨 这弥灵之铜的修炼方法了 有点可怕呀 等于在眼球之中 开辟出 让寿源通行的 幻灵脉 幻灵脉非常小 需要遍布整个眼球 这种不属于贯通 而是强行开辟 稍微失败 可能都要把眼睛彻底毁掉 第一宠弥灵之铜 在一只眼睛里 都要开辟出 九九八十一条幻灵脉 让寿源得以在眼睛里运转 这等精细的修炼方法 危险性巨大 眼睛没有特殊天赋者 根本没有办法修炼 但是一旦修炼成功 这颗眼睛就是弥灵之铜 就算不是弥魂系御寿师 也能创造出弥魂效果 甚至可能比弥魂系御寿师 更强 弥灵之铜就这么复杂 不知道那能够让灵河开启 幻天之镜的天际之眼 是第几宠案 李天明有预感 他得到的这东西 说不定还真是个大宝贝 只要能修炼好 绝对有很大避意 感觉像是绝世重宝 不知道和我以前得到的 圣兽战魂比较 如何呀 他感觉自己运气 确实相当不错 从第六感来看 手中这灵河 说不定不比圣兽战魂差 冥冥之中 真有学问 他感觉自己遇到太多 冥冥之中的事情了 比如说和江飞灵的相遇 就有这种感觉 他有点相信 自己能得到这灵河 不只是运气 而是这灵河的主人 在冥冥之中 召唤自己 开始修炼 试试 修炼 迷灵之童第一步 要在眼睛里 生生开辟出 幻灵脉 一共九九八十一条 幻灵脉 每一条都有各自的形状 相互之间纵横交叉 开启顺序和速度 都非常重要 当李天命开启修炼之路 开启第一条幻灵脉的时候 他就直接失败了 寿元扎进眼球里 直接扎出了血 那种感觉 简直痛不欲生啊 我操 这那么是 给人修炼的功法吗 他忍不住怀疑 这迷灵之童 有上万字的发觉变化 但自己刚刚修炼了一行字 就已经痛不欲生 后面都不用想 而且现在 左眼剧痛 完全经不住 任何继续修炼 再这样下去 双目失明很正常啊 还算坚韧 以右眼试了一下 结果差点把自己弄爆炸了 痛得他浑身哆嗦 眼睛的疼痛 确实很可怕 要开启 八十一条管理脉 还要兼顾顺序 交叉和速度 要一气呵成 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李天命真实地感受到那句话 不是他不努力 而是天赋有限 这灵河的主人 凭什么认为 自己能继承他的一波 把自己引到这里来 他有点郁闷 还以为得到了绝世功法 就在郁闷的时候 他忽然看到自己缠绕着布条的左臂 我去 我怎么把这只眼睛给望起来 他恍然大悟 自己原本的双眼没那天赋 但是黑暗左臂掌心的眼睛 神乎其神的 他在浑浊的湖底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说明这只眼睛才可能被冥冥之中吸引过来的存在吧 他说做就做 以同样的办法引导寿远 进入掌心第三只眼 他继续小心谨慎 不过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让他有点哭笑不得 果然呢 在绝对的天赋面前 奴隶 就是一种笑话 在原先双眼完全行不通的功法 在第三只眼睛这边 简直势如破竹 如鱼得水 简直要怎么顺利就怎么顺利 他都还没有熟悉后面的发觉 但是幻灵脉的开启之路 简直轻车熟路 他感觉自己闭上眼睛开辟 似乎都不会出错 整个过程顺理成章 他低头看着自己那只眼睛 可以清楚地看到幻灵脉的脉络 在其中慢慢地构建了出来 一只眼睛 直接变成了一个修炼体系 就好像是人体一样 李天命身上总共有六条售脉开启 但这小小的眼睛里 就已经有九九八十一条幻灵脉了 虽然每一条幻灵脉都很小 但是绝对精细坚韧 就像是叶子的脉络 将那只眼睛完全改造 简直相当于给了一个壮汉锋利的兵器 这个比喻很形象 李天命原先的双眼就是两个婴儿 给一把顶级兽兵都不管用 但是这第三只眼睛绝对是壮汉 现在给了兵器 又给了修炼之法 这壮汉和兵器的组合 只会越来越强 开启幻灵脉成功 接下来就是修炼之法 将弥灵之童的特性 一点点地修炼进这幻灵脉之中 然后通过幻灵脉和弥灵之童 将威力通过目光和视线的爆发 直到影响到敌人为止 这只左臂 真是匪夷所思 其实在开启幻灵脉的时候 他又出错 甚至伤到了这只眼睛 但是他感觉 这眼睛已非常迅猛的速度复原 这很可能说明 这黑暗臂不但坚硬 而且有很强的再生能力 我的身上 好像谜团还不少 太古混沌巨兽半生兽 黑暗手臂 现在又得到这灵河 这些谜团 其实他都想去探索清楚 感觉上 这恐怕是自己这一生最大的使命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全身贯注修炼着弥灵之童 小黄姬则全力炼化神源 五天后 李天命已经有了一些造化了 他感觉自己这弥灵之童 已经有能力可以和迷魂系御守师一样 迷惑对手 如此一来 这条黑暗手臂在战斗之中 帮助会更大 弥灵之童 肉体距离 钢铁盾牌 甚至还有更多 需要他去挖掘 成功 就在这一天 密室之中的一团火焰里 发出了一个惊喜的声音 此后火焰开始消散 一股恐怖的气息已经席卷开来 李天命很期待 这小黄姬现在模样太萌太蠢 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他要是能恢复到以前那凤凰的模样 那才拉风呢 接下来火焰消失了 在李天命充满期待 想要看到凤凰的阴切眼神之下 一只嫩黄嫩黄的小鸡 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 我靠 李天命无语了 他看着模样几乎没变化的小黄姬就说 你确定你净化成功了吗 怎么还是这副模样啊 第三十三集 小黄姬暴躁起来 帅仔 你再说一句试试 净化是否成功 是以外表评判的吗 不然呢 听说都会变得更帅更霸气 你这啥玩意儿啊 还是一只鸡呀 目光短浅 以貌取人 格局太低 小黄姬双翅插腰连马三句 其实李天命注意到了 近距离看 他的眼睛里的星点 好像变成了六个 六个星点 说明他确实进化成功了 现在外人见了 也会觉得是六节半生兽 这已经是顶尖高手的半生兽了 李天命 你根本不知我的极限在哪里啊 区区不入流的神源 顶多让我打开 那么一丁点的蚯脚枷锁 距离我真正变成凤凰 还需要无数的神源 当然了 就算现在的我 也不是所谓的六节半生兽 所能比较的 他眼睛里的六个星点 确实不能说明什么 只是他解开血脉加速的自然表象 和他的潜力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 他的血脉能力肯定比以前更强了 这才是神源最重要的作用 永恒炼狱凤凰从来都不需要神源来进化 他只需要神源来恢复 小黄姬神气地说 来 让你感受一下 爷现在磅礴的血脉之力 好嘞 第一次修炼 李天命就被改造成永恒炼狱体 小黄姬的血脉提升 也会转移到他的身上来 这就是御寿师和半生寿的特殊天赋 两人寿卖寿源为一体 修炼的时候 寿卖贯通连接 寿源相互交流 相互转化 形成一个整体 在这样的过程之中 小黄姬新的寿卖力量 也转移到了李天命的身上 李天命能感受到自己的肉体强度 自己的天赋程度 都在凶猛地提升 这就是一个神源带来的效果 让这永恒炼狱凤凰的血脉之力 一点点的解疯 磅礴的血脉之力 如同瀑布一样 冲刷着李天命 他不断地提升血肉 朝着真正的太古混沌巨兽跃前着 这种造化 其他人一辈子都别想了 关键是这种提升遍布全身 这种燃烧的力量 甚至激发出了两人死前生吃的火灵芝 等灵粹的药力 更是卷入了大量的天地灵气 他们在共生修炼的同时 开始冲刺第七条售卖 再过一天 第七条售卖贯通 一人一击进入了售卖境第七条 以他们神龙般粗大的售卖 流转着岩浆般的永恒炼狱兽园 那兽园遍布全身 让他们似乎都成为爆发的火山 尤其是李天命 他的弥陵之童 也有兽园在幻灵脉之中流转 显得更加诡异了 这样一来 深渊用到了石处 你相当于进化了 我的血脉力量也提升了 然后一起突破进入售卖境第七条 甚至我还将弥陵之童 修炼出了一点成效 他们一人一击 比刚进来的时候 已经全面变强 不管任何方向 都有巨大突破 小黄鸡挑衅地说 弥陵之童 是不是 你 李天命呵呵一笑 说实话 他也想找个人 看看这弥陵之童 到底是什么效果 小黄鸡不屑一顾地说 来啊垃圾 李天命将左手的手套 稍微撕开一个小口子 不至于暴露左臂 但是那弥陵之童 却可以露出来了 他忽然举起手 那弥陵之童 和小黄鸡的眼睛对视着 李天命按照功法之中的诀窍 运转受援 将弥陵之童的威力展现出来 那个瞬间 小黄鸡的眼神晃了一下 他似乎有点发愣 脚步都后退了一步 然后呆滞地看着李天命 这一切说明 弥陵之童生效了 如果在战斗之中 对手忽然被这样迷惑一下子 肯定会露出很多的破绽 李天命笑了 我去 你为什么会变成一只光溜溜的母鸡 哈哈哈哈 下一个瞬间 小黄鸡捧腹大笑 滚倒在地上 是什么 李天命呆滞了一下 小黄鸡说 施展弥陵之童的时候 自己变成了一只光溜溜的母鸡 这怎么可能啊 他在想弥陵之童 能不能对自己施展 于是 他一左手对着自己 施展弥陵之童 他果然感受到精神一震 视线都迷幻了一下 下一刻 他在恍惚之间 好像看到自己的左手 变成一个妖绕的美人 那美人依稀是江飞灵的模样 再混上堪逼柳青的身材 然后搔手弄辞 挑拨自己 我认识啊 李天命颤抖了 这什么鬼技能啊 迷惑对方没问题 但为什么是一瞬间的色诱啊 什么弥陵之童 这分明是色诱之术啊 哈哈哈哈 小黄姬笑得在地上滚来滚去的 耻辱啊 不得不说 比如柳千阳战斗的时候 在他眼睛里 有一瞬间变成光溜溜的美女 他会什么反应呢 不管什么反应 这个时间足够李天命 做出决定胜负的事情了 他在想 是时候去拿回炎黄令了 这次离家太久 母亲肯定等得齐了 李延峰 柳千阳 等我回李火城 是时候 最终 你站了 第三十四集 李火城 武峰客栈平日里生意还不错 三层楼上下客源很满 四处都是行走的客人 然而 今日却有点萧条 似乎只有三楼处 有一群客人 这一群客人可不简单 这些可都是来自 雁都的雷尊府的大人物 掌柜和小二们都知道 连李火城城主和城主夫人 都在亲自作陪 李火城的高官 只敢在楼下候着 可见这些人物的尊贵 无峰客栈 方圆两里之内 本来有很多居民 这几天都让城主给疏散了 现在这附近杳无人烟 谁也不知道 城主他们大张旗鼓 站在这里等待 到底是因为什么 因为心生好奇 方圆两里外 聚集了不少闲杂人士 他们也只敢偷偷藏着观看 却不知 无峰客栈三楼 那些尊贵的宾客 此时站在一起 目光锁定的是 客栈不远处一间庭院 那是一间老旧的庭院 院子里生长不少杂草 墙壁有许多的灰尘 往庭院方向看 有一个老妇人 正在一张躺椅上 闭目养神 安心入眠 享受生命最后的时光 这几天来 她每天都是如此 张延峰 站在无峰客栈的三楼上 她偶尔会下意识 往庭院处看一眼 但是很快就转移开目光 她握着眼前柳青的 细嫩手掌 脸上保持淡淡的笑容 柳千阳坐在椅子上 神情有些焦躁 旁边坐着一个蓝衣少女 正是在湖泊上 被李天命打败的江义林 雷尊府这次前往争夺 神源的七个候选人 现在都聚集在这里 他们不会为雷尊府 培养的天才 个个都阴气逼人 作为李火城的本土天才 李子峰和李雪娇两人 只能缩在角落里 光看气质 就已经低了一个档次了 除了这七个少男少女 他们的父母监护者 也都在这里 如今个个脸色沉默 这几天来 他们天天看着 庭院中的老妇人 早就已经非常不爽了 张子萱坐在角落之中 忧心冲冲地说 李天命还没回来 神源该不会让他的 半生兽炼化了吧 我早就说过了 这绝对不可能 因为他用血迹契约 弄的半生兽 只是一届半生兽 一届半生兽 血脉太脆弱 根本承受不起神源力量 尤其是在没有 长辈坐镇的情况下 他就算是想炼化神源 那都有心无力 李天命还有些战斗力 纯粹是靠曾经的 半生兽修炼出来的 旁边其他少年 笃定回答 他们有四个 没见过李天命 但是长辈已经说清楚了 此人的特点 江义林说 他身上唯一麻烦的 就是清公主的玉佩 反正离火成城主 不会庇护他 柳千阳目光阴森地说着 实在想不通 清公主为什么会给他这种 一辈子住店只能填楼在 售卖间的废物切身欲配 到手的人员就这样飞掉了 想当初在城中府听风台 他都没把李天命当作一个人 何曾想今天如此头疼 张子轩说 雷尊府不是传来消息了吗 上面说 只要李天命回来 我们谁能抢到神源 神源就是谁的 只要我们父母不出手 有我们年轻人交锋 清公主要是追究 雷尊府会帮助我们搞定 本来就应该这样 这神源就是我们长辈发现的 李天命半路想抢走 还得靠真本事 只要我们父母长辈不出手 清公主也没话说 哼 别高估李天命了 她能和清公主有什么关系 要是早有关系 不至于这么惨 我估计 她就算死在这里 也不会有人问津 听到这话 远处边上的李子峰 和李雪娇对视了一眼 他们忍不住摇摇头 事态炎凉 被放弃的人 就是可怜 这些雷尊府的天才们 杀鸡重重 但作为父亲的李延峰 似乎一点反应都没有 仍然和新夫人 你弄我弄的 张子轩说 现在怕就怕这家伙 带着神源去雁渡 找清公主 让我们在这里白等 这不可能 为什么 第一 她是个孝子 第二 她想要炎黄令 好让她返回炎黄学宫 向廷哥复仇 什么 他们七个年轻人对视了一眼 然后忍不住捧腹大笑 向廷哥复仇 也不看看她是个什么玩意儿 就算是三年前和廷哥比较起来 她也是个纯正的傻雀 她瞄得笑死我了 在他们的哄笑之中 张子轩的父亲张崇 忽然站了起来 目光有些惊喜 众人顺着她的目光 赫然看到远处的街角里 出现了一个少年 那少年眉清目休 修长而文雅 像个富有经伦的书生 在她的肩膀上 有一只小黄鸡站在那里 正在叽叽喳喳说着话 他的半生兽 果然没有进化 众人欣喜得出结论 这说明神源一定还在 李天命的身上 他们这几天的等待 总算有了意义 现在雷尊府设立的规矩是 他们亲人只要遇到李天命 谁都可以出手 先抢到神源 就是谁的 所以李天命出现那一刻 几乎就已经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神源就在她的怀里 年轻人们一眼就看到 李天命怀中有一个凸起 其实那不是神源 而是他在火灵山得到的神河 还愣着说什么 上啊 想逃瞪了一眼自己的闺女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时候 在他一句话之下 来自雷尊府的七个少年少女 二话不说 直接从无峰客栈三楼跳下去 他们现在是合作者 但也都是竞争者 所以尤其争先恐后 战斗马上爆发 自那个少年大摇大摆地出现之后 李延峰的眼睛就眯了起来 现在李天命的位置 就在庭院之外 他和母亲就隔了一扇门 但是他已经被来自雷尊府的 七个年轻天才拦截出来 一门之隔 庭院内安静祥和 老夫人正在闭眼 养神晒太阳 而一门之外 他的孩子陷入了 被围攻的危险境地之中 这个画面倒是挺有意境的 柳青面带微笑 请声问 风格 是否不忍心 李延峰摇了摇头 都是命 自己选的 和我无关 嗯 你这样想我很高兴 等这件事情结束 你就兼任李火城的城主 然后随我回雷尊府 雷尊已经正式接纳你了 会给你更高的职位和权势的 好 李延峰点了点头 他想要得到的 他理应得到的 现在成为了现实 那么那些该放弃的 该撕破脸的 还是不要犹豫吧 李天命已经看到 无风客栈三楼的那些长辈们了 包括他的父亲李延峰 此刻正高高在上 居高临下 以一种冷漠的眼神看着自己 这一切 都是如此可笑 知道我会回来 所以在这里设卡拦解我 帮助外人 来抢夺我的神缘 其实早就对他失望透顶 所以现在这么可笑的事情 他就冷笑了一下 习以为常 七个雷尊府天才包围了他 而他的眼睛 也锁定了正前方的柳千阳 其实他这次回来 就是来寻找柳千阳的 他想要的炎黄令 还在他手上 一月之期 正好已经到了 柳千阳坐下的闪电报 盯着李天命 已经忍不住 发出一声咆哮 紧接着 其他六人的半生兽 也开始伺候 以恐吓 威胁李天命 在城中央 让半生兽 进入战斗状态 这是明文尽致的 这种动静 加上这边居民被疏散 早就引起民众的好奇 所以不知不觉之中 就有传闻放了出去 很多人悄悄地藏在周围 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围观的人 只会越来越多 对李天命来说 那就再好不过了 炎黄学宫决选那天 他没能真正证明自己 而现在七个雷尊赴天才围攻 他所渴望的这一天 终于到来 他身体之内的战斗热血 此刻已经沸腾了 甚至一整条黑暗左臂 现在都开始 变得滚烫起来 他的对手 除了驾驭闪电暴的 柳千阳之外 拥有半生兽 蓝尾独蝎的张子轩 和六眼飞鱼的 江乙林都在 雷尊赴确实财力雄厚 张子轩的蓝尾独蝎的眼睛 似乎都恢复了一些 除此之外 还有四头半生兽 基本上都是五阶半生兽级别 和金鱼 还是同一级别的半生兽 以天命 暮光迭血地说 怎么 想围殴我呀 这些半生兽 有飞驰在天上 卷起阵阵风暴的 暴风雁为暴风系 飞禽类半生兽 有身体不大 速度快的惊人 隐藏能力非常强的雷鼠 为雷电系走兽类半生兽 还有趴在御兽师掌心 带来天寒地冻的悬兵虫 悬兵系昆虫类半生兽 最后一头 则是来自河海的铁甲系半生兽 铁甲巨虾 那一身钢铁甲皱 简直刀枪不出 这七个半生兽 什么品种 什么属性都有 在他们面前 小黄姬显得又瘦又小 简直是被蹂躏的对象 此刻的李天命 四面楚歌 十四个对手 全部如狼似虎地看着他 他在想 自己的神缘都已经拿来炼化了 为何他们还如此狂热地 看着自己的胸口呢 明白了 当他低头一看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感情他们是把林河当作神缘了 这就有趣了 柳千阳眼神灼热地看着他 说道 李天命 通知你一声 就算你有清公主的玉佩 但是 这神缘本身 乃是我雷尊府所有 所以 雷尊府决定 让我们小辈和你公平竞争 你没意义吧 当然没意义 你们七个一起上来 李天命今天回来 就是为了战斗 为了尊严 为了光明正大带走母亲 为公 他凛然无惧 这让雷尊府的天才们感受到了羞辱 他们乃艳都雷尊府的天才 他们对李天命这种出身 眼里只会有蔑视 挺狂妄 得了 他一直都是这样 先放大话 然后挥溜溜滚蛋 张子萱 朗声说着 这可是你说的 我们正好觉得 车轮战的顺序很难统一 接下来 谁拿到神缘 谁胜出 反正他不想车轮战 因为他不是李天命对手 他想捡漏 李天命嘲讽一句 让他面红耳赤 你有什么资格说话 你蝎子眼睛治好了吗 别跟他废话了 上 柳千阳已经进入战斗状态 他是七个人中最强者 这神缘 他势在必得 在柳千阳和闪电暴 冲上而来的时候 李天命目光灼热地问 柳千阳 我就想问你 一个月前的约定还算数吗 你要是输给我 拿出炎黄令 柳千阳冷声说 那当然 大丈夫一言祭出 司马难追 你若是败给我 干脆点 拿出神缘 这是他比其他六人 有优势的地方 他手里有 李天命渴望的炎黄令 所以李天命 绝对有专门针对他的 只要李天命 不知死活 神缘就是他的 他这一出手 其他六位 当然争先恐后了 大家都是竞争者 柳千阳作为 第一个冲刺之人 必然不会遭到 其他人的拦截 李天命知道 他们七人 可不是一条心的 这就很好多一副了 首先不能吵到娘亲午睡 然后需要让更多人看看 炎黄学宫绝选 胜出的人到底是谁 最后让李延峰感受一下 他如此看好的雷尊府天才 被我踩在脚下 是什么感觉 他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 那就是拿到炎黄令 大摇大摆地离开李火城 让李延峰亲自送他们 三年 李天命不想再做丧家之权了 立下这样的目标之后 当他们七人围攻的瞬间 李天命施展鬼影部 直接从人群之中脱离出来 接下来跳上屋顶 冲向无风客栈 这里距离李延峰太远 李天命就想在无风客栈上面打 让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他想逃走 快追 他一人一击 被夹起来七个玉兽师 七种半生兽疯狂追逐 那些半生兽破坏力非常大 比如说那闪电爆 被他爪子接力的屋顶直接崩碎 有一栋房子甚至被撞得倒塌了 无风客栈是这周围最高的地方 李天命从一楼踏上三楼 越过李延峰他们 冲向无风客栈的屋顶 他想干什么 雷尊府的长辈们都很迷惑 七个天才都追上了屋顶 这屋顶还算宽阔 像是一个擂台战场 这里一览众山小 小半个离火城都尽收眼底 当然了 无风客栈上的动静 也总够吸引更多人往这边靠近 甚至看清楚 是他李天命独占七个 雷尊府的天才 可以了 李天命左手握拳 藏在布条之下缠绕的 黑暗左臂力量凶肿 他右手之中 则是握着血火刺 血火刺尖锐而锋利 其上隐约燃烧着血色的火焰 猙獰而冷血 他怒火燃烧的眼睛 看着接连冲上来的七个对手 他们在追逐的过程之中 相互牵制 甚至相互进攻 尤其是柳千阳被三思个人拦截 作为最强者 他当然最受关注 甚至其他六人先打败他 那都是规则允许的 这场游戏当中 他们七个都是猎手 只有我自己是猎物 但是 真的是这样了 售卖进第七宗的永恒猎狱兽员 绝对比售卖进第九宗的 普通兽员还要旁骨 李天命已经感受得非常深刻了 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无限接近 三年前自己的战斗力 杀 躲避过几次进攻之后 李天命目光冷淡 他首先阻定张子轩 这个要将自己千刀万剐的少年 并不主动进攻 他想捡漏了 当他的眼神和李天命碰上的时候 他恐怕感受到了恐惧 李天命的脚步在屋顶一踩 顿时之间飞出去众多瓦片 他如同一道幻影 瞬间杀向张子轩 以他现在堪比售卖进第九宗的实力 对付这个只比李子峰强大一点点的张子轩 根本没有悬念 张子轩是第一个 李天命一拳呼啸而来 张子轩大惊失色 满头大汗 他想躲避 想抵挡 可惜李天命已经快到让他绝望了 就这一拳郑重脸蛋 他查一声 他的鼻梁骨直接断了 鼻子都让李天命打歪了 鲜血狂飙 无缝客栈的楼顶上 传来第一声惨叫 三楼的长辈们 先是看到李子轩 鼻血狂飙砸下去 紧接着 一只狂躁的小黄鸡 如同一道火焰光线 直接洞穿蓝尾毒蟹的甲咒 然后 小黄鸡一巴掌 扇在蓝尾毒蟹之上 将这偌大的蓝尾毒蟹 直接扇飞出去 砸在地上 连续倒塌好几间的民房 张子轩的父母脸色直接变了 大声地说着 张崇直接接住了儿子 看到亲儿子简直被毁容 张崇怒火中烧 他心里有一万个杀机 但是却不敢动 因为雷尊府已经特别提醒 小辈们抢夺神缘 他们可以处理 但如果他们出手 那就是太不给亲公主面子了 喂 你这要是有老二的话 就别取这种土鳖名字了 子轩子寒子气烂大街了 还是叫张春霞李狗蛋吧 李天命的声音 从上面传了下来 直接让张崇都快吐血了 要知道 他这可是苦思冥想之下 才想出来的高雅名字呀 这一次出手 直接奠定了这一场战斗的基调 此刻的李天命 已经开始让半个离火城的百姓 都看不懂了 李天命 一拳打死一个雷尊府天才 他们的视线看不清楚 是不是打死了 反正是看到血了 这样的画面 让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 匪夷所思 许多人都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反复揉擦 结果还是那样 不过这只是开始 现在是最好的出手机会 因为剩下六人还没统一 好几个人还在阻拦柳千阳 不让柳千阳靠近李天命 他们这种内斗的行为 让李天命冷笑出了声音 现在只有一个人突破拦截 冲到李天命的眼前 估计他还没看清楚 张子轩就被李天命一拳打爆了 李天命看到此人的半生瘦了 暴风咽 人还没到 一阵狂乱的风暴 就已经席卷而来 狂风携带着 无数瓦片的碎片 像是刀片似的 一旦卷上身体 和千刀万剐 没什么区别 无风客栈的屋顶 似乎都会被掀翻了 第三十七集 你这小院子长得挺好看 是公是母 突破了一次血脉家族的小黄姬 杀得兴起 直接冲了上去 靠着碾压瓣的巨大力量 逮中的暴风咽一顿揍 连羽毛都揪了下来 我靠 又是公大 小黄姬大怒之下 同样是受卖进第七宠的暴风咽 只有让他蹂躏的反应 其他半生兽都来不及救援 那暴风咽就被啄出了血窟窿 只能惨叫着狼狈逃窜 盛下暴风咽的御寿师 是一个轻衣男子 身材修长 面如白玉 操纵风暴 如同暴风之子 李天命 受死 他看起来很有风度 手持长剑 剑势凶猛 如同狂风暴雨 只可惜他的剑招漂亮 但是境界只有受卖进第七宠 和李天命相当 而李天命 跨越两重境界战斗都没问题 所以他们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当他的剑招笼罩而来的时候 李天命直接闪身上去 以左手直接抓住其长剑 直接怪唇狠 怎么可能 长剑瞬间不能动 青年目瞪口呆 滚 下一瞬间 李天命一巴掌抽在他脸上 这青年直接从无风客栈三楼飞了出去 在空中旋转了好几拳 即将落地的时候 才让起父母接住 不然的话 恐怕摔得一身骨头都得断掉 看到儿子直接惨败 那来自雷尊府的两位高层 别提脸色多难看了 更难受的是 他们没法插手 只能怒火中烧 只能憋屈 不过他们也都没搞懂 为什么李延峰的儿子这么强 李延峰不是说 他顶多只有售卖进第七宗的战斗里 他们甚至将愤怒转移到李延峰身上 因为他们感觉李延峰在捉弄他们 他们抬起头 李天命正在无风客栈上面继续大杀四方 李天命讥讽笑声 传遍四周 在每个人耳朵里不断地回荡着 所谓雷尊府的天才 就只有这种水平吗 这样一句话由他说出来 简直如梦似幻 很多人都直接看待了 七个人已经剩下五个人 这时候他们不敢再内斗了 直到这时候 他们才意识到 李天命也许没那么好对付 但已经晚了 剩下五个人 除了柳千阳是售卖进第九宗 其他三个都是售卖进第八宗 还有一个售卖进第七宗的少女 这少女看了张子炫的伤势 实际说 我退出 你们站吧 说完之后 立马带着他的半生兽悬兵虫跑了 于是只剩下四人 李天命能直接把雷尊府的天才给吓退 连战斗都不敢 再次引起长久的呆滞 这直接打死两个吓跑一个 这些真是雷尊府的天才 文官的民众们看不太清楚 他们完全看蒙了 对他们来说 雷尊府那是吹口气 就能灭了李火城的超级势力 为什么李天命能够碾压他们 如此可怕 一个月前 他不是在柳千阳的恐吓之下 像狗一样爬出了城主府门 强一林心中同样 惺惺动魄 别内斗了 先对付他吧 强了神员我们再分出胜负 他清楚知道 此前李天命根本没这么强 他此刻看着李天命的眼神 都有一些恐惧 毕竟 已经只剩下四个人了 那就上 只有柳千阳还算阵地 毕竟李天命强大一点 他反而舒服一些 这样的话 其他剩下人 啃不下李天命这根骨头 只有他能啃下 李天命表现越强 但是没有超出他的掌控范围 在他的号令之下 四个天才御守师一起围攻 闪电豹 雷鼠 铁甲巨虾和六眼飞鱼 从四个方向 全部针对李天命 一时间 御守师施展武法 半生兽施展兽法 各种手段包围而来 不管怎么看 李天命都危在胆息 但是真的要被镇压吗 只见在围攻之下 李天命化作为一道血色光芒 这分明就是超凡兽级战爵 是兽级战爵的巅峰 一招快准狠 血火刺 以血魂杀 穿透而去 那雷鼠的御守师浑身闪电笼罩 却被李天命轻易刺穿 血火刺从他小腹穿进去 又是一人 从屋顶上翻滚几圈 在瓦片上滚了几下 滚下了无风客栈三楼 掉进其父母的怀里 他的半生兽在恐惧之下 直接退出了战场 回到了御守师的身边 又死了一个 好像肠子都出来了 这真的是李天命 他比三年前都强吧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啊 李火城百姓看不太清楚 那些雷尊府的天才们 到底是不是战死 死不死 并不影响他们这种 叹为官职的表情 吓一个 此刻李天命的声音 简直像是噩梦 他的血魂纱又快又狠辣 当那铁甲巨瞎的钢铁甲柱 被小黄鸡的爪子 撕裂出血窟窿的时候 其御守师也差点死 在李天命的血魂纱之下 他入一道血线 身法快到变幻莫测 比他弱小的对手 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第五个天才御守师 面色惨然 惨叫着摔下去 其半生受铁甲巨瞎 也只能狼狈逃窜 要死一个 天啊 这下子 李火城的百姓们 直接跪在了地上 他们可不知道 其实一个都没死 毕竟对李天命来说 碾压他们就已经足够了 他不需要看李延峰 和雷尊府高次门的表情 因为他们不用看都知道 他们现在的脸 绝对比狗屎还臭 他们的心 绝对在颤抖 为自己此刻的强大而颤抖 七个人 转眼就剩下 江亦林和刘千阳 我退出 果然还是女孩子聪明 江亦林在看到两个 和自己相同境界的人战败 很明显 李天命下一个目标 肯定是要锁定他了 在恐惧和颤抖之下 他顾不得丢面子了 直接跳下去 回到他父母的身边 当他抱住父亲胳膊的时候 脸色已经惨白 连魂圆的大腿都忍不住在颤抖着 看着这样的江亦林 还有其他几个在父母怀抱中 哀呼的天才玉首师 整个无风客栈第三层 陷入死意般的寂静 躲在角落里面的李子峰 和李雪娇两人 此刻目瞪口呆 第三十八集 李雪娇端起一个茶杯 想喝一口 结果上面掉下一个瓦片 砸在他脑袋上 都把他吓得连滚带爬的 李子峰嫌弃地说 丢人 你不丢人 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脸色 惨白无色 我怎么知道 他能强到这种程度 父亲说他一辈子 只能停留在寿卖性 这是真的吗 看李天命现在这表现 他都有些不相信 不只是他们 现在来自雷尊府的每个人 脸色都是铁青的 他们本来都以为 拿下李天命的深渊 轻而易举 今天的好戏 在雷尊府天才们内部的争夺 结果现实如此打脸 李天命 上去一滴七 现在四个惨败 两个认输 就剩下刘千阳还在上面 要不是刘千阳一只独秀 碾压李天命不成问题 他们估计都怀疑人生了 连柳青都看迷惑了 说 风格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到李火城 他感觉一切运筹帷幄 可是一个曾经 一个不亲眼的小玩意儿 却一次次打乱他的算盘 他现在的脸色 似乎都有些难看了 毕竟他担心 柳千阳的安危 放心吧 李天命毕竟年纪大 而且是到过灵源境的 战斗经验丰富 战觉众多 一定程度回光返照 很正常 但你要相信千阳 他现在才是 纯正的售卖经第九重 而李天命的力量 不会再增加 用一分 少一分 李延峰大概是 现在最镇定的人了 虽然这样说 但看起来千阳 还是得竭尽全力了 为了神源 这样一场战斗 对他的成长道路 很有帮助 克服这个困难 得到神源之后 迎接千阳的 就是康庄大盗 他虽然这样说 但是柳卿还是紧张地 看着无风客栈的屋顶 在屋顶之上 李天命终于可以 再次面对柳千阳 此刻万众瞩目 这才是李天命 想要的场合 半个离火城 都在对他议论纷纷 但是很明显 没有人会再说 一个月之前 他给柳千阳下战书 是为了脸面的叫嚣 他在此之前 所有的表情 已经让人们 都闭上了嘴巴 当然 李天命不够尽兴 他觉得战斗 只是刚刚开始 七个雷尊府的 天才御寿师 围攻 不好意思 他觉得 这只是一场热神 柳千阳的身上 有着和林萧婷 相似的骄傲 那是身为 雷尊府弟子的 自豪和尊贵 他骑在 闪电报的身上 仿佛自己是 众生的主宰者 向李天命投来 轻蔑而不屑的目光 说白了 你得到神缘不能用 你得到炎黄令 去了炎黄学宫 也不会让你入门 你还想去炎黄学宫 复仇 你的一切如此可笑 这又是何必呢 你这血神契约 得到的半生兽 注定和你一样是废物 既然如此 为何要成为 我的垫脚石 柳千阳目光之中 雷霆闪烁 至今为止 他还没怕过李天命 李天命面带笑容 眼睛里却火焰汹涌 我乐意 神缘和炎黄令 我就算用来 气毛坑 我也要从你手上 拿回来 说大话谁不会呢 就跟你三年前一样 可惜啊 命运注定了 你这辈子是个废人 如此一来 只有打败你 才能让你真正绝望 重新变成肮脏的 过街老鼠 柳千阳说话的时候 从怀里抽出他的兵器 当这兵器出现的时刻 李天命确实 眯了眯眼睛 他可以清楚感受到 这兽兵的 不同寻常之处 兽兵 乃是炼气师 以拥有灵文的灵矿 混合天地之间的灵火 灵风等等元素锻造 再加上半生兽之血 可以锻造出强大的兽兵 兽兵有各种类型 进攻 防护 移动 辅助都有 因为融合了非常多类型的天文 天文级别越高 兽兵就越强 兽兵以威力品质划分 分为十个等级 从第一届到第十届 李天命的血火刺 属于二级兽兵 二级兽兵已经很珍贵了 其上有好几条橙色天文 说明使用好几种 橙色天文的灵矿 锻造而成的 柳千阳这时候拿出来的 乃是一条紫色的锁链 那锁链一环扣着一环 一共大约四米长 其上每一个紫色铁环 此刻都有雷霆在其中流转 也有紫色的火焰在其上灼烧着 这说明 这锁链乃是灵矿混合天地之间的 灵雷和灵火一起锻造出来的 所谓的灵雷和灵火 其实就是天地之间诞生 凝聚了很多灵气和元素力量的 雷霆和火焰 拥有恐怖的杀伤力 除了雷霆和火焰 蜂火水土雷寒冰等等都可能拥有天文 只是天文不容易发现 此类拥有天文的元素 统称为灵灾 灵矿灵灾和灵脆 都是天地之间的宝藏和奇物 其中灵矿和灵灾混合 足以打造出神兵力气来 柳千阳这拥有灵雷和灵火的锁链 就是一种神兵力气 至少说也属于三节寿兵 因为李天命在寿兵之上 隐约看到好几条黄色天文 黄色天文就是天文的第三个级别 寿迈境的御寿师 能掌控三节寿兵 已经算是非常了不得了 柳千阳的战斗力 绝对比想象中更强 但是 李天命碾压四个 吓走两个 他还会怕柳千阳吗 李天命 你应该感到荣幸 因为我得到了这雷火锁链之后 还从来没对人施展过 柳千阳高高在上 手里掌控着这雷火锁链 目光炙热地看着李天命 他是唯一的售卖进第九重 他还有骁傲的资本 这雷火锁缠绕在他的手臂之上 但是不出意外 应该是当作长鞭来使用 还可以囚禁对手 其杀伤力比长鞭肯定更强 拥有三阶兽兵的柳千阳 仿佛一下占据了所有的优势 得到了太多肯定的目光 这下李天命碰到硬骨头了 算了 他今天能表现成这样 已经算厉害了 就别讥讽他了 除了在燕都刁人献眼那次 其实李天命也没做错其他事情了 伪情所困 能原谅吧 唉 只是一次毁掉了一生 现在只能徒劳挣扎 很多话其实李天命能听见的 徒劳挣扎 他笑了笑 他今天回到这里 就是想让他们看看 他不是徒劳挣扎 这才是他要宣告 从此往后 他李天命可以卷土重来 那些讥讽的怜悯的目光 他早就已经受够了 都像那个冷漠的男人 看到自己在这里奋战 看到结发妻子老麦 他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呢 也许今天要让他后悔很难 但是至少可以 让他为自己做出的决定 埋下忏悔的种子 那么这一切 只需要打败柳千阳就可以了 杀 这一次他和小黄金一起 正面和柳千阳 还有闪电报碰出 引雷鞭 柳千阳果然使用 那雷火链施展鞭法 这引雷鞭非常迅猛粗暴 砸下的手 简直像天罗地网一般 这无风客栈彻底崩塌 客栈中的人只能转移出来 这附近最高的楼房 此时轰然倒塌 让那缠绕着雷霆和火焰的锁链 还在疯狂地飞驰 追逐李天命 看到这一幕 人们忍不住笑了 果然 只老虎还是要先行 在柳千阳的雷火锁链 和他的半生兽闪电报的凶猛镇压之下 李天命好像没有丝毫地 还手和抵抗之力 柳千阳掌控全场 得意地大笑起来 你还是不敢应战吗 李天命 缩头无归 不是说 只有我来说 一场战斗 是需要一招吗 李天命闪避过闪电报的扑击 再次和柳千阳一道场边闪过 而后 他入一道火线 在这残岩断壁之中 移动着 小黄姬足够凶猛 直接爬上闪电报的背部 它是太小了 所以闪电报很难奈何的 这就是小的好处 以他的爪牙 在闪电报身上撕裂出一道血窟窿 钻进去都行 闪电报只能以毛发擦出爆炸的电舌 想把小黄姬给逼出来 别挣扎了 老子今天就是要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小黄姬果然生死出一个窟窿 直接往里面钻 无数的电舌在攻击 他强行忍住 十分霸气 那闪电报满地打滚 都难以把他逼出来 柳千阳目光见了 他以引雷鞭法攻击李天命 那闪电报的尾巴非常长 也相当于一种长鞭了 他挡不住小黄姬的狡猾攻击 便开始联手围攻李天命 现在是双重鞭法 无法和授法一起进攻 李天命看似更加狼狈 但是他说过 他今天的战斗只需要一瞬间 现在就是他的一瞬间 一道血色的火线迅猛冲刺 他以左手生生扛住几次雷火锁链抽击 寻常人左手已经断了 但是他的左臂却完好无损 这让柳千阳简直惊呆 连鞭法都变得缓慢 而这时候李天命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他忽然举起左手 让柳千阳闪电报同时看到了自己的掌心 迷邻之童 那一瞬间 柳千阳和闪电报一起目光呆滞 时间仿佛都停留在这一瞬间 姐姐 柳千阳眼神混乱 喃喃自语 语气迷离 出声 李天命可知道 这无耻的迷邻之童 会让对手看到自己渴望的人 没想到 这柳千阳渴望自己姐姐柳青 这简直是让人哆嗦 果然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就是腐败 不过 迷邻之童的威力 是李天命最大的敌牌 也是他唯一的瞬间解决战斗的机会 就在迷魂的瞬间 他的左臂一拳龙向重拳 已经轰击在柳千阳的脸上 这一声 感觉整个临火城都听得到 李天命说过 要撕烂他这张脸 而现在 这是最不给面子的一拳 这一拳 比给张子轩的还重 这一拳下去 别说鼻子 柳千阳连头都给李天命打歪了 救我姐姐 救我 柳千阳被一拳打歪脑袋 几乎已经屁滚尿流了 他瞬间从天堂砸在地狱里 脸上血胡拉的就流了下来 他根本想不通 为什么李天命会让他忽然迷魂 忽然把李天命看成柳青 迷魂细语手势 这不是姐姐的手段吗 为什么 他只能在心里哭喊着 但是脸上的血迹 让他感受到的只有恐惧 所以他在颤抖之中 疯狂呼喊求救 浑身都在颤抖 甚至连尿都快下出来了 难以想象 这无风客栈的顶部 竟然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柳千阳 我问你 爽不爽 李天命的声音显至如同梦一眼 当闲血胡拉拉的在眼睛上躺过去的时候 柳千阳声音已经嘶哑 致命的恐惧让他跪了下去 李天命 你厉害 是我错了 饶了我 饶了我 我不想死啊 他害怕 他知道李延峰和姐姐在 假如李天命敢杀自己 他们一定会为自己报仇 但是那有什么用呢 他怕死 他怕李天命发疯了 他已经感受到对方身上的猙獰情绪了 所以他只能跪下 甚至他都想磕头 这一刻 从脚趾头冷到后脑勺 他看不清楚李天命了 感觉眼前这个男子 是他永生的噩梦 至于一个月前 他在听风台上碾压李天命的那一幕 他都不敢拿出来想 好像那是虚幻的 现在这才是现实的 他哭嚎着 舅舅你 别杀我 我才是真正的废物 我是畜生 别杀我 他用手擦脸上的血迹 但是越擦越多 可是 我就想杀你 怎么办 第四十集 李天命这一句话 让他彻底尿了出来 李天命在说话的时候 已经绕到柳千阳的身后 血火刺已经抵在他脖子之上 随时都能要了柳千阳的性命 另外一遍 在弥陵之童的迷魂之下 闪电豹已经有了不良的念头 在这关键时刻 小黄鸡把他脊椎都给啄断了 他化身为啄木鸟 一吸瞬间一百次 挤住一段 闪电豹滚倒在地上 连爬起来都难 哼 让你这丑逼 在基因面前嚣张 下次把你传宗接代的家伙 都给啄断 小黄鸡飞了起来 扑腾着翅膀 无比神奇 仿佛这时候 他已经成为万寿之王 战斗彻底结束了 此刻的画面是 李天命挟持着 惨叫挣扎的柳千阳 而小黄鸡 踩着挣扎打滚的闪电豹 这是一场莫名其妙的 瞬间溃败 甚至连李延峰都看不明白 为什么柳千阳 会忽然败得这么惨烈 此刻的李火城 除了小黄鸡 骄傲的叫嚣之外 简直鸦雀无声 一片死寂 所有人的目光 都像是被冻住了一样 投身在李天命的身上 他和他的半生兽 此刻吸引了所有的视线 围观的人已经太多了 而战斗结束太快 很多人都还在讨论呢 柳千阳就已经凄惨求饶了 以至于很多人还张着嘴巴 但是却说不出话来 他们是想说话 可是喉咙里已经没有声音了 这里只剩下柳千阳 惨叫的声音的死寂和求救 持续了至少十夕的时间 李天命抽空看了一眼 他家的庭院 周围这么大动静 魏静却只是翻了个身 然后继续呼呼大睡 心果然非常大 但是他却没看到 当母亲翻身的时候 他的眼角流下了一滴泪水 那是幸福的泪水 一边是生死战场 残缘断壁 一边是祥和的庭院 母亲还在昏昏欲睡 这一切都在说明 李天命做到了 这一刻的荣耀 虽然迟了一个月 但却来得更加凶猛 今天这一战 才是真正的证明 打败李子峰算什么 那是自己的弟弟 打败这七个 来自雷尊府的天才 打垮他们的围攻 那才是真正的荣耀 一个三年前的废人 能做到这一步 很多人都不说话了 这才是真正的降服 真正的震撼 他们目瞪口呆的样子 李天命全部笑纳 无风客栈已经倒塌 李天命挟持柳健阳的性命 站在雷尊府和李火成的 强者天才们面前 这些曾经把他 当作蝼蚁的人 此刻一个个 同样呆滞地看着他 说实话 他就想看看 李延峰的脸色 果然有些精彩 一方面 他很丢人 因为李天命是他儿子 另一方面 他又很尴尬 因为他没有帮助 柳健阳得到神缘 没错 李天命就是要让他丢人现眼 城主 我怎么觉得 雷尊府的所谓天才 都这么废物 一个照面都挡不住 还不如我们李火成 一个废物 你说是不是 在万众瞩目之下 李天命首先说话 他面带笑容 看着李延峰的笑话 自私自利的人 迟早都要付出代价 现在他的尴尬和恼怒 就是一场脸面扫地 所有人都在看着李延峰 这可是他的儿子 而且是被他逐出城主府 已经被他废掉的儿子 这个儿子 却干翻了李延峰 最看好的天才少年 现在柳健阳 在他手中挣扎 无力哭嚎的样子 这才像是真正的废物 放人 李延峰千言万语 汇聚在一起 编成了这两个字 说实话 如果李天命 在火灵山打败柳健阳 绝对没有此刻 对李延峰的压迫效果 放人简单 不过按照约定 我先拿走延黄令 还请城主正式宣布 这一期得到延黄令的人 是谁 李天命说话的时候 从柳健阳的怀里 找到他渴望的延黄令 他最渴望的延黄令 此刻终于到手 拿到了就放人 李延峰沉着声音 面容已经扭曲起来 他旁边的柳青 更是面色微微铁青 焦躯都怒得有三分颤抖 不 你先宣布 当众宣布 李天命眼神炽热地看着他 手上血火刺 抵在柳健阳的脖子上 柳健阳不老实 李天命再给他一巴掌 拍得他鲜血淋漓 只能求饶 李延峰这一次 被人压制到如此程度 但是很可笑 他偏偏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他怕李天命杀了柳健阳 现在李天命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人 他是个蜂魔 而且更麻烦的是 他有青公主的玉佩 万众瞩目之下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吃饼 这是他此前 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 他会让李天命 镇压到这种地步 他的眼睛已经变成白色 上面有炽热的火焰 在燃烧着 我宣布 李天命得到炎黄令 人们难以置信地看到 一个多月前 不动声息 休妻弃子的李延峰 此刻竟然让自己 这个废物儿子 逼不得已地 来当众说出这句话来 黄平这一点 李天命想得到的尊严 全部都已经得到了 他已经不可能 再如丧家之犬 一样离开 我来说 这一切都要留意的 偶然是 他们在补养的 在这一切都要留意的 这一切都要留意的